三岁奶团子只是谈着师父要零食 不要师父竟直接将宗主之位传给了他 随后就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了 奶团子以为师父在和他玩离家出走的游戏 但直到三个月后 奶团子将所有零食都吃完 才明白师父是和师兄们一样都死了 看着破败不堪的宗门和空荡荡的零食库 奶团子并没有感到绝望 反而还背起自己的小包袱开启了挣钱之旅 奶团子成功到达山下 看着空荡荡的路口 低头小声嘀咕道 师父肯定是骗人的 我要不然还是回去吧 这么想玩 奶团子的脚就开始往回去的路上走 可是还没跨出一步 身后突然传来汽车鸣笛的声音 奶团子皱着没转头看去 就看见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大车 车窗还开了一半 一个长相俊秀的男人正惊地盯着奶团子 然后男人打开车门 走到奶团子面前蹲下身子 小孩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奶团子看着眼前奇怪的男人往后退了一步 我不是小孩 我要去找爸爸妈妈 奶团子按照师父之前和自己说过的话 完整叙述了一遍 男人点点头 一本正经地对着奶团子开口 我叫姜挺 我可以送你去市里 姜挺往市里的方向指去 也不管奶团子能不能看得懂 还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给他看 奶团子仔细盯着姜挺的面容看了一会 再看见他脑门上淡淡的黑气势停留了一下 紧接着点点头 姜挺伸手抱起面前的奶团子上了车 车上 姜挺开着车 开始不断地找话题 可无论他怎么问话 后座的奶团子都不搭理他 自顾自地摸着怀里的猫咪 两个小时后 车子终于到达了市里 原本姜挺是打算直接送奶团子去警察局 可在车子经过一个路口时 奶团子像是被什么吸引的视线 然后对着姜挺开口 快停车 我想下车 姜挺急忙踩下刹车 回头看向奶团子的时候 就看见他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一个地方 那一片是住宅区 看着奶团子的样子 姜挺还以为奶团子住在那里 停下车后 姜挺把奶团子抱下车 有些不舍得摸了下奶团子的头 这几百块钱你拿着 买点好的吃 奶团子看了看姜挺 又看了看手里的钱 面上闪过一丝挣扎 最后奶团子闭上眼睛 语气急促说道 叔叔 你回去的路上不要走瞧瞧 姜挺闻言有些疑惑 奶团子怎么会知道自己回家要过桥呢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问什么 奶团子就已经跑没影了 姜挺无奈地笑笑 随后上车继续往前开去 而某个跑远的奶团子 他在吃的同时 也不忘给旁边的黑黑塞了一个 等到吃的差不多之后 奶团子望着比自己还高的烤肠机 眼睛亮了亮 然后奶团子推着烤肠机就往前走 作为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当然是会努力挣钱养松门的了 走走过过 不要过过来 买烤肠送当当一挂了 另一边 姜挺正开着车往家赶去 在即将上桥的时候 姜挺的脑中忽然想起奶团子的话 看着不远处的桥 姜挺咬了咬牙 打方向盘准备换一条路走 然而就在他刚准备发动车的时候 前面忽然发出一声巨响 姜挺下意识踩了刹车 前面发生了车火 一辆装在汽油的车引起的连环车火 站在原地 姜挺的身上都被吓出一道冷汗 如果不是自己在这边犹豫了半天 那么现在他应该也在这座桥上 想到这里 姜挺飞速坐上车 往之前奶团子下车的地方开局 而这边的奶团子 秀起的小眉毛紧紧皱在一起 他肉呼呼的小手摸了摸一旁又宰了头 嘿嘿啊 为什么没有人找我算了 就在奶团子以为不会有人来的时候 忽然一个大姐蹲下身子和奶团子平视 他看了看一旁还在工作的烤肠机 又看了看被太阳晒的小脸通红的奶团子 小朋友 你大人呢 奶团子歪着头抿着小嘴说道 当当就是大人了 说着奶团子指了吃烤肠机 阿姨要来一份烤肠吗 当当的声音带着还没散去的迷雾 听起来软乎乎的 大姐立马递给当当五块钱 那来一份吧 收下钱之后 当当点起小脚开始打包 正当大姐拿着烤肠准备离开的时候 当当伸出小手拉住眼前的人 他歪着小脑袋一字一句的开口 阿姨 崴考场送当当一挂哦 大姐愣了一下 然后笑弯了眼睛 好 那你就给阿姨算一挂吧 大姐认真的看着眼前的奶团子 丝毫不觉得他说的话有什么不对 当当奶团子一脸严肃地点点头 他努力抬头观察大姐一番后 当当再次开口 阿姨 原本大姐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但是当宝宝这个词一出 大姐立马就反应过来 自家儿媳妇不是怀孕了吗 他看着当当犹豫了一下 但宁可信其又不可信其无 小朋友 阿姨有事先回去一趟 你赶紧回家吧 说完大姐就急匆匆地走了 看着她的背影当当蹲坐在地上 悠悠地叹了口气 嘿嘿 你说我这算是低卦吗 而姜挺开着车赶来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小小的奶团子非要装成一副老成的样子 当当正在思考自己晚上该去哪里 忽然就感觉眼前头下一片黑暗 他奇怪地移了一声 小脑袋努力抬头看去 是你啊 姜挺蹲下身子揉了揉当当的头发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呢 姜挺心里想着 无论这个奶团子有没有能力 他都应该谢谢他 因为要不是他 自己可能就不会出现在这 可是听着姜挺的话 当当有些犹豫 师父之前说过 蜈蚣不受禄 是不能随便麻烦别人的 注意到他纠结的眉毛 姜挺轻轻笑了笑 你刚才帮了我 要不是你 我现在都受伤了 所以你跟我走 算是我报答你啊 姜挺尽心尽力地 开始忽悠眼前的奶团子 三岁还没到的奶团子 根本经不起大人这般忽悠 尤其是经历过社会独大 只见他低头沉思了一回 然后一脸严肃地点点头 好吧 那我先掏扰几天 姜挺也没反驳他的话 抱着奶团子就上了车 我叫当归 今年三岁了 车上当当正努力 向姜挺介绍着自己 看着他奶乎乎的样子 姜挺忽然不想 姜挺站在门口盯着眼前的房间 越看越不满意 过了一会他低头又开口问道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睡呢 可他转过头去没看见奶团子 再一看 原来奶团子趁他不注意 都已经自己上床睡着了 姜挺无奈地摇头 上前替他盖好被子 然后轻手轻脚地关上门离开 第二天的时候 姜挺正准备敲门喊他吃饭 可门敲响了之后 等了很久都没人开门 一转头 只见奶团子正推着 比自己还高的烤肠机往外走 身旁的黑黑还用小脑袋 帮着他拱着烤肠机 姜挺连忙开口 当当 你要去哪里啊 听到声音 奶团子停了下来 转头疑惑地看着姜挺 臂旁的黑黑野神同步 他松开面前的烤肠机 小幅度地动了动酸色的手腕 叔叔 我要去卖烤肠送挂挂 当当说得很认真 根本看不出开玩笑的意思 姜挺愣了一下 然后急忙上前拉住当当的小手 在脑中飞速想一下 自己该用什么方法 来让这个奶团子别出门 脑中忽然闪现出 那些短视频平台的主播 姜挺飞速地开口 当当 我有个办法能让你不出门 就可以算管 赚得还比麦考长多 姜挺拿出了一部新手机 递给当当 顺便还帮他注册了一个账号 因为当当没成年 所以用的还是自己的身份证 他手指着直播的按键 对着当当开口 你看 只要点下这个 各个地方的人都能看见牛 当当漆黑的眼睛 盯着面前的手机 十分认真的学习了 如何开直播之后 当当拿着手机 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顺便还抱走了地上 躺着的黑黑 临近房间前 当当对着姜挺 晃了晃手里的东西 叔叔 等我转到钱钱还牛 回到房间里 奶团子选择一个 光线充足的地方摆好手机 接着理了理自己的衣服 然后抱着黑黑开启了直播 直播刚开启 可等了半天都没有人来 突然一个叫将大帅哥的ID跳过 当当 过会就有人了 当当认出了这是姜挺 他给自己设成了管理员 他小声地N了一声 低着头默默地 给怀里的黑黑顺着毛 然而就在这时候 直播间进来了几个人 怎么是个小孩子 现在小孩子都开直播了吗 不过他好可爱啊 想偷 许是有什么感应 当当在这个时候也抬起了头 正好看见眼前的弹幕 他连忙坐直身体 对着手机奶呼呼地笑了笑 甚至还伸出小手挥了挥 你们好 我叫当当 怎么说话都这么可爱啊 小朋友 你今年几岁了呀 当当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 奶团子凑近屏幕仔细辨认弹幕 我今年三岁 不喜欢麻袋 他说的一脸认真 脸上白白嫩嫩 更让人想尖叫 这时的姜挺发现了弹幕不对劲 连忙开始空庭 当当是一名玄学主播哦 可以帮大家算卦 一个月亮之星即可 看到姜挺的话 当当也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对哦对哦 一个月亮之星 可说完这话 有些人就离开了 不是吧 现在都让小孩子出来骗人了吗 一个月亮之星三千 他明明可以去抢 却还要给你个挂 大人啊 拿个小孩子出来 自己当缩头乌龟 不会真的有人信了吧 一阵弹幕飘过之后 屏幕上忽然闪现 月亮之星的特效 特效一直持续着 一直刷了十个才停下 不是 还真有人信啊 看看我行吗 分两个给我也好啊 虽然弹幕这么说着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 越来越多的人进来 直播间出现了大额打赏 被吸引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当当盯着屏幕看了一会 他眨了眨眼 才按照姜挺胶塔的 开口说道 你要连麦 还是照片啊 当当边说着 还边做出打电话的手势 当当的话音刚落 屏幕上就出现了 深情连麦的字样 小小的肉肉手轻轻一点 屏幕就被分成两半 而男人好看 俊秀的脸庞就出现在另一半 你好 当当圆圆的眼睛 盯着屏幕那边的男人 也不能说是在盯着他 而是在盯着男人头上的 淡淡的黑气 黑气很淡 淡到几乎看不见 说明事情还没发生 这位名为橘子水的味道的网友 看着眼前的小团子 一本正经的样子 笑出了声 他靠在椅子上 漫不经心的瞇了瞇眼 但是已经有人认出来他是谁了 这不是金圈太子爷蒋梨吗 不是说蒋梨不喜欢小孩子吗 为什么会给主播打赏 看到弹幕 蒋梨勾纯笑了笑 笑得皮里皮气的 这个小孩看着怪可爱的 然而在他说完的下一秒 当当就再一次开口 你要被人打了 很疼 而且会倒大霉 当当的话刚说完 蒋梨沉默了 弹幕也沉默了 随之而来的是弹幕疯狂地抨击 小孩子不要乱说话哦 我蒋哥刚夸过你 你最好别不识好歹 笑死了 谁敢打蒋哥呀 虽然你小但是也不能乱说吧 蒋梨盯着弹幕看了一回 然后看向一直盯着自己的奶团子 你叫当当 你说说我为什么会倒霉 又为什么会被人打 蒋梨的语气满是不屑 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小屁还能看出什么 当当看着蒋梨没说话 他能感觉到眼前的人不相信他 不过 视线在触及到蒋梨的身后 他缓缓露出笑容 两人对上视线 蒋梨莫名感觉背后一凉 可是直播间的人都在看着自己 现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回头 等了一会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弹幕都在哈哈大笑 嘲笑当当被打脸 看到这一幕蒋梨也忍不住笑出来 还说小爷被打 我看被打得要是你了 小孩子 别乱说话哦 蒋梨刚说完 面前的当当就捂住小嘴哥哥的笑起来 蒋梨愣了 他笑什么 他疯了 然而弹幕都是 蒋哥 蒋哥看身后 蒋哥 有个老头朝你走来了 可无论弹幕怎么提醒 蒋梨都没看见 他正在思考当当为什么笑 你个不孝子孙 你奶奶的坟都被人挖了 还可这次这个大牙笑 这一巴掌蒋老爷子非常用力 蒋梨脸上满是迷茫 他揉着脑袋回头看向自己的爷爷 不可能啊 我今天一大早才去祭拜 蒋梨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委屈 可惜遭受的却是蒋老爷子更重的暴打 祭拜 你怎么祭拜 你奶奶的坟昨晚上就被人挖了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祭拜的 蒋梨被打得满屋子乱窜 丝毫没有刚才金圈太子爷的样子 爷爷 我还在开直播 你给我留点面子 可他的话刚说完 蒋老爷子更生气了 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重 开直播 你还好意思开直播 你个不孝子孙 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当当适时的开口 他看着屏幕那边 圆圆的眼睛弯起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祭拜错坟了呢 小孩子奶声奶气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 成功传入蒋老爷子和蒋梨的耳中 蒋梨趁乱跑到一个角落 他捂着头愤怒地说道 怎么可能 我难道连自己奶奶的坟都能认错吗 蒋老爷子也看向当当 对啊 自己的孙子再怎么混 也不会认错坟了 你当然不会认错坟 但是如果把墓碑换了呢 当当眨巴着大眼睛 一脸无辜 这时的蒋梨才想起来 今天早上自己去祭拜的时候 确实看见旁边的坟被人挖开了 当时他还以为是有新人进去了 现在看来 蒋梨捂着头 窃窃地看着不远处的蒋老爷子 他抿住唇根本不敢说 蒋老爷子盯着屏幕上的奶娃娃看了一会 然后露出一个笑容 小友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蒋老爷子是一名老兵 身上自带着杀气 可是当当并不害怕 当当对着蒋老爷子软呼呼地笑一笑 是盗墓贼 偷钱钱 坏人偷尸体做法 你们家会倒霉的 顿时蒋老爷子的脸都清了 一旁的蒋梨连忙开口问道 那当当宝宝 你有没有办法帮帮我呀 说话同时蒋梨手上便刷着礼物 一个一个礼物特效在屏幕上炸开 当当抿着唇犹豫了一下 其实你们随便找一个学门宗人就可以破解了 你们那有点远 我不好去 好嘞 等我下次看你啊 听到当当的话 蒋梨就飞速下了 连忙跟上自家爷爷的步伐 屏幕里的当当一脸争吵 可是弹幕却不这样认为 就是一个骗子 自己没有能力随便忽悠几句 没想到蒋哥竟然信了 三岁就出来骗人 真是服了 这小孩就算真的是学门宗人 那估计他师父也是个骗子 原本当当看见这些弹幕并没有什么感觉 他一直都清楚 关于玄学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的 所以当当本来还是一副笑着软乎乎的模样 可是他圆圆的眼睛在看见说他师父的这一条 脸迅速就软了下来 当当漆黑的毛子紧紧盯着眼前的屏幕 声音虽然还是软乎乎的 却莫名带着一种含义 最好不要乱说话 会倒霉的 当当的表情很是严肃 虽然大家都不相信他的身份 但是秉承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那些人都停止了自己的键盘 而在某出租屋里 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吃笑一声 手继续在键盘上打着 不是 还真的有人相信啊 我这不是没事吗 要我说 这个小丫头的师父也是一个骗子 还是一个大骗子 估计骗了不少人了 所以现在才让这个小丫头出来继续骗 他没打出一句话 当当的眼神就越来越聋 当当怀里的黑黑假妹的眼睛忽然睁开 他转头四处看了它 然后像是感觉到什么一样 从当当怀里跳开 隔壁的姜挺正在和自己的弟弟联系 查找当当的身份 根本没有注意到直播间的情况 而男人见到当当不说话 以为自己说对了 笑得更加猖狂 可忽然当当冲着镜头一笑 你要连麦吗 免费 过了好半天 男人才意识到当当说的人是他 他笑着点击申请连麦的按钮 屏幕一分两半 男人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身上穿着有些泛黄的衣服 身后的屋子有黑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上班的邋遢大汉 倒是和他的网民抠脚大汉很相配 当当盯着他的脸看了一回 嘴角逐渐扬起 你要倒霉了 这几个字当当说的格外清楚 直播间的人包括对面的抠脚大汉都能听清楚 抠脚大汉愣了 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猛的上前把脸凑到屏幕上 带着红色血丝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当当 你说又有谁会打我 抠脚大汉说完就满脸不屑的靠在身后的椅子上 我家里就我一个人 父母都死了 你说谁会来打我 抠脚大汉盯着当当 准备看当当出丑 而直播间的其他人也在等着看戏 无论是哪边出丑 他们都有的看 可是当当却摇了摇头 不是 现在没有人会打你 但是你以后一直都有饭吃 有房子住 听到这话直播间的网友都猛了 不是 你管这叫倒霉 我做梦都想这样好吧 对啊 这也不是倒霉吧 而且也不能是像蒋哥那样吧 可无论弹幕怎么说 当当都笑着 根本没被弹幕影响 见抠脚大汉开始不耐烦 当当这才开口 你是父母双亡 但是你的父母不是正常死的 你没有工作 有个妹妹 所以你想把自己的妹妹卖了换钱 听到这里的时候 抠脚大汉有些诧异 没想到这个小屁孩还真的有点本事 不过他并不在意 那又怎么样 女孩子又没什么用 当当一脸茫然地看着抠脚大汉 软声软气地开口 所以因为你父母不同意 你就把一家人都杀了吗 抠脚大汉瞪大眼睛 脸上闪过一丝慌张 但是又很快恢复 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凶狠起来 小屁孩 你就这么喜欢乱说话吗 小心嘴被撕烂 抠脚大汉的语气恶狠狠的 直播间原本有些不相信的人 在此刻都开始动摇了 毕竟抠脚大汉 现在身上的凶狠 不是可以装出来的 报警 我感觉不像眼的 真的假的 我怎么感觉有点冷了 我已经报警了 不管真的假的 抠脚大汉在看见弹幕之后 脸上明显慌张了起来 他看着屏幕再一次开口 我告诉你 我父母失踪那么多年 你要是能帮我找到 我就原谅你 真的吗 当当歪头有些好奇 你真的要 我帮你吗 许是有些无聊 当当戳了戳自己的脸蛋 出现一个窝窝 而他的动作 像是给了抠脚大汉鼓励一般 只见他斩钉截铁的点头 当然了 你不是免费给我算的吗 那就帮我找找吧 当当的目光 直直地盯着抠脚大汉 看到他有些发毛 抠脚大汉恶狠狠地说道 小屁孩 倒快一点 当当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怎么会有人嫌自己进去的不够快 但是既然他这么要求了 还是满足他吧 当当的目光一到男人身后 淡淡开口 那次你和父母吵架 要带走妹妹 争执下捅伤你父亲 见血的你杀红了眼 你母亲和妹妹都没逃出 你对外说他们失踪了 实际上 你把他们 第七章 超雄基因 实际上 你把他们杀害了 当当盯着屏幕上的抠脚大汉 语气满是笃定 不是这不能吧 到底是乱说的 还是真的啊 已经报警了 在听见当当的话 抠脚大汉有一瞬间的慌张 他看着此时的弹幕 知道自己不能直接退出去 说不定这小屁孩就是胡乱说的 可如果现在退出去 不就是坐实了这个罪名 这么想着 抠脚大汉看着当当 他忍住心里的慌张继续问道 小丫头 你这么说话 可是要证据的 那你说说 我把尸体藏在哪里了 这件事只要自己知道 只要这个小丫头说错自己 就能出去了 根本就不会暴露 可当当就在等着他这句话 在抠脚大汉刚说完之后 当当有黑的毛子染上笑意 你把他们杀害之后 把尸体扔进了搅拌机里 然后砌在了墙上 而那面墙 就是你每天晚上睡觉 靠着的那面墙 因为你是自己修建的房子 所以根本就没人发现 后来你说父母失踪了 大家也就相信你了 抠脚大汉梦了 他现在终于知道后悔了 这个小丫头 根本就不是那些骗人的 而是真的有本事的 他疯狂地点击着屏幕 想要退出直播间 可是无论自己怎么按 都还是在连迈的这个界面 抠脚大汉站起来 他对着屏幕怒吼 你不要乱说 他们就是失踪了 而就在他话刚说完之后 门铃就被人按响 抠脚大汉愣住了 他想起弹幕上说的报警 随手拿起桌上的水果刀 往外走去 刚打开门 抠脚大汉就往外乱捅着 可警察也不是吃素的 三两下就把他制服了 离开之前 有一个警察凑到镜头面前 有些好奇 哟 这人这个时候都还在开直播呢 见到警察叔叔 当当立马坐着身体 把在角落躲着的黑黑都拉了过来 抓着他的爪子 冲着屏幕晃了晃 警察叔叔好 剑当当这么乖巧 那名小警察也冲着他笑了笑 刚准备关掉直播 就看见弹幕上都在说着 尸体在墙上 墙上 床旁边的那面墙上 小警察挠了挠头 但这么多人都在发着 他也不容忽视 关掉直播之后 就立即跑去和上级汇报 看来这件事 不只是袭警这么简单了 虽然直播被关掉了 但是刚刚男人凶狠的样子 还历历在目 有些看完全程的网友 是彻底相信了当当的能力 即使有人质疑 也会有人问 你敢冒充公职人员吗 此时的弹幕一片邪和 呜呜 当当还算卦吗 宝宝看看我 看看我 我也想被算卦 当当看着弹幕 可爱的小脸上下点了点 每日三卦 今晚还有最后一卦哦 那你们比速度了哦 开始 当当的话音刚落 屏幕上就炸开一个特效 不是 你们手速也太快了吧 我钱都还没冲上 还真的有人抢着给别人送钱啊 这样你送给我 我也可以给你算卦 当当自动忽视那些弹幕 点击同意这个人的连麦申请 这次刷礼物的网友 叫做可爱园子 连麦刚接通 就看见那边出现了一个 长相十分精致的女人 女人穿着一身西装 看周围似乎在一个办公室办公 见已经连麦 可爱园子 伸手摘下脸上的眼镜 他看着当当温柔的开口 你好小朋友 虽然女人长相是一副 郁姐的样子 可声音却十分甜美 和她的长相并不相符 谁懂啊 到底谁懂 郁姐的长相 甜美的声音 姐姐缺腿不挂剑吗 你看我可以吗 姐姐 嘶哈 我可以 当当冲着她笑了一下 大姐姐你好 你想算什么 听到这话 可爱园子的表情 忽然变得温柔起来 她低着头 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我想算一下 我 这次的宝宝 是男孩还是女孩 当当点点头 似乎是料到了她要说的话 但是网友们梦了 呜 我刚认的老婆 你告诉我怀孕了 老婆怀孕了 但孩子父亲不是我 无论弹幕怎么说 可爱园子都只是笑笑 她看着当当的样子 以为她算不出来 于是她温柔地开口道 没关系的 就算不知道也没事 可当当却摇了摇头 她一脸担忧地 看着可爱园子 大姐姐 这个孩子还是不要了吧 可爱园子愣了 网友也愣了 怎么还有劝别人 不要孩子了呀 当当你别以为你可爱 就可以乱说哦 刚才的事情 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劝人打胎 服了 有些不悦 但是她看着 当当可爱的小脸 犹豫了一下 开口问道 当当 能说一下为什么吗 当当摸了一下 怀里的黑黑 歪着头有些奇怪 你不清楚吗 原本可爱园子 还有些疑惑 但是下一秒 当当的话直接点名 超雄基因 还是不要生下来的好 可爱园子 抿着唇眉说话 这时的弹幕 也反应过来了 纷纷开始劝说 对啊小姐姐 超雄还是不要的好 这个基因还是打了吧 以后你还会有孩子的 不要害了自己一辈子 看着弹幕 可爱园子好看的眉头皱起 她当然知道超雄的危害 就连医生都建议打掉 可是 她看着镜头 缓缓地摇了摇头 可是我老公很难有孩子的 所以我有些舍不得 万一 万一我能教好呢 可爱园子 一脸真诚地看着镜头 让人有些于心不忍 可是 超雄很难教好吧 小姐姐别糊涂 超雄从生下来 就是个坏种 当当揉了揉 有些犯困的眼睛 她用力地眨了眨 最后看向镜头 你想知道 生下孩子之后的事情吗 可爱园子有些猛 但是反应过来之后 她摸着肚子摇了摇头 还是不了 未来的事情 知道了 反而徒增烦恼 可是 如果这件事 还关系到你的父母呢 当当软乎乎的声音 继续响起 你不想知道 为什么和他们有关吗 第八章 真假体检报告 可爱园子愣住了 她低头看向自己的肚子 在想想当当的话 脸上满是纠结 而弹幕上都是 劝她的话 小姐姐 你就听听吧 万一是真的呢 是啊 就算你喜欢这个孩子 可是这还关系到你的父母 听听吧 真的 对面的当当也不着急 她慢慢悠悠地 拿过一旁姜艇 送进来的牛奶喝了一口 随便还给怀里的黑黑 倒了一点 小小的盘子上 有薄薄的一层牛奶 虽然黑黑有些不情愿 这完全不是自己 白虎幼崽的风格 可是 见怀里的黑黑 一直不喝 当当嘟着嘴手动 把黑黑往那边退去 她边推着还边说 嘿嘿 快喝呀 可好喝了 黑黑的鼻子 轻轻动了动 最后实在是 抵抗不住面前的香气 埋头苦喝 而可爱园子 看着眼前 都在劝自己的弹幕 终于下定决心 她看着当当 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缓缓开口 当当 那你说吧 听到声音 当当这才抬起头 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哦 可爱园子点点头 她深呼吸了几次 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见她面向没有危险之后 当当这才开口说道 你知道为什么孩子 会带超熊基因吗 可爱园子 下意识摇了摇头 于是 当当继续说道 有一部分原因是遗传 当当的话刚说完 可爱园子立马摇头 她轻声说道 不可能啊 我和我老公 基于都是正常的 婚前都做了体检的 弹幕也有些奇怪 对啊 应该不是遗传吧 不然两人都没问题 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 万一是这个小姐姐出轨了呢 对啊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见到弹幕这么说 可爱园子连忙反驳 她在镜头面前 连忙挥手反驳 不会的 我和我老公感情很好的 而且 当当无奈地叹了生气 说出了一句 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话 万一是她骗你呢 拿一份假的体检报告给你看 可爱园子当场就呆住了 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可是为什么呢 她朝着镜头质问 不可能 我那么喜欢我老公 即使是那样 她跟我说也没关系的 可是跟你说了 你会愿意帮她生孩子吗 大概是怕可爱园子不相信 当当伸出 肉弱的小手点了点屏幕 她歪着头 一点单纯 证据就在你家里的柜子里 你要去看看吗 可爱园子犹豫了 在公司 虽然公司离家的距离并不算远 但是 如果自己去了 就是真的不相信老公了 但目像是知道她在想什么 连忙劝道 小姐姐去吧 万一呢 万一是真的呢 对了 是真的就完蛋了 去看看吧 对对对 可爱园子在心里很久的挣扎 然后看向当当 那我现在过去 你路上可以说说 为什么会和我父母有关吗 可爱园子坐上车 戴上耳机 当然可以 当当看着镜头 慢慢的说出 那个残忍的事实 之前她是爱你的没错 可是超雄基因 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等到她想对你 大打出手的时候 你怀孕了 都知道超雄基因的人 很难有孩子 所以她忍了 可是一旦你生下这个孩子 那么你就会承受双分的暴力 你不敢和父母哭诉 只能一个人默默忍受 直到那一天 你被两人殴打致死 你死后 你的公司会落入她手中 她把你的父母赶出来 但是你的儿子 她对外宣称舍不得 把你父母接到家里 实际上 是每天都在虐待你的父母 这个时候 你的父母这才知道 你遭受了什么 他们想为你抱不平 但是最后 还是死在两人手上 他们对外说是因为 思念你 收获了所有称赞 当当把事情说得很简短 但是从这些话中 可爱园子就已经感受到 那种窒息的感觉 他瘫倒在车里后座上 浑身冰冷 司机停 下车 转头看向可爱园子 小姐 你还好吗 可爱园子僵硬地摇头 他一直放在肚子上的手 也松开了 可爱园子能想象到 如果自己真的 遭受到了虐待 自己可能真的不会说 真的会一直忍气吞声 父母 养自己长大那么辛苦 自己根本不可能让他们担心 可是最后 他们还是死了 可爱园子拉开车门 直进往家里跑去 他甚至都来不及关门 直冲着房间的衣柜跑去 耳机里是当当可可爱爱的声音 在衣柜里 一件西装口袋里 有了当当的指示 可爱园子很快就找到了 一副口袋里的体检报告 看清楚上面的字之后 可爱园子摊坐在床上 原来是真的 原本可爱园子心里 还残存一些期待 但是现在看见证据 他是真的相信了 看见他的反应 网友们都沉默了 他们都意识到 这件事是真的 直到他们看见 屏幕上的可爱园子 满脸泪水 才缓过神来 小姐姐快别哭了 心疼死了 赶紧打胎 赶快离婚 摆脱这个男人 世界上怎么会有 这么恶毒的人啊 视线扫过弹幕 可爱园子才猛地回过神 他随手擦了擦眼泪 盯着当当开口问道 是不是只要我打掉这个孩子 和他离婚 那一切都不会发生 当然了都远离了 怎么可能还会一样 可爱园子对着当当到了一声谢 那我现在就去 说着他就准备挂断连脉 可是当当的小耳朵动了动 然后笑着软乎乎地开口 如果你去医院的话 最好换一家 可爱园子手将在半空中 他眨了眨眼睛 忽然想起来 当当说的那份假的体检报告 一种不太可能 但是又只有这种可能的想法 从脑中冒出 他颤抖着声音问道 是不是那个医院 可爱园子的话没说完 但是当当自然知道他要说什么 当当一脸严肃地点点头 那家医院有他认识的人 所以 你离婚之后 最好换一个城市生活 可爱园子的手紧了紧 然后对着当当点点头 谢谢你 小朋友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说完 可爱园子就挂断了连脉 在退出直播间之前 还在上面刷了好几个礼物 吓得当当小手 都举在脑袋旁边 不用刷了 不用那么多的 可惜可爱园子 已经听不到他的话了 此时的他正联系着父母 努力赶往医院 第九章 竟敢让他喊你叔叔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当当对着镜头开始道别 好了 今天结束了 大家再见 当当再见 当当明天还播吗 呜呜呜 当当家在哪里 当当 有些网友的话都还没打完 就被踢出了直播间 看着上面直播已结束的字样 网友眨了眨眼 努力缓解 不是 说关就关啊 不管网友们怎么想 反正当当是累惨了 他抱着黑黑 有些疲惫地躺在床上 嗯 原来算挂这么累的啊 那之前师父岂不是很辛苦 奶团子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去 当江挺推开门 看见的就是这一幕 江挺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 过回再来吧 小团子应该是累了超雄基因后续 可爱园子 先是去了医院证实了事情 然后带着父母 去了另一家医院打了胎 他一直躲在自己的老公 搜集证据和他离婚 原本第一次上诉离婚的时候 法院并没有同意 但是那个男人 自己忍不住自己的身体 出轨了 等到第二次上诉的时候 法院才同意 可爱园子离婚之后 果然和当当说的一样 他还在筹划着公司搬离的计划 可那个男人却经常来找他 骚扰他 于是可爱园子加快了公司的搬离 带着自己的父母离开了这个城市 在三年之后 遇见了另一个男人 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这边的当当一直睡到了晚上 叫醒他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呃 咕咕咕 当当从床上坐起来 可爱的小手揉了揉自己的脸蛋 企图让自己清醒一点 咕咕咕 耳边的声音还在响着 当当往左看了看 又往右看了看 想要找到是什么东西在想 最后 他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肚子看了一回 咕咕 再一次发出声响 当当这才意识到 不是别人发出的 而是他自己发出的声音 他抬手捏了捏自己肚子上的肉肉 满吞吞的开口 呀 肚肚饿了呀 没关系的 我带你去吃饭 说着当当 就下床往外走去 当然走之前 当当自然也没有忘记 带上自己的小伙伴 楼下的姜挺已经等了很久了 见到当当下来 姜挺连忙露出笑容 当当 你醒了 快来吃饭吧 谢谢叔叔 当当礼貌的道谢 一人一幼崽 埋头在餐桌上 努力干饭 等到当当吃完之后 姜挺才小心翼翼的开口 当当 你还记得自己的家人吗 姜挺的眼神都带着谨慎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 就提到了奶团子的伤心事 记得呀 当当灌了自己一大口牛奶 漫不经心的回答 丝毫看不出来伤心的样子 姜挺愣住了 他没有想到 当当会是这样的回答 他犹豫了一会 继续开口问道 当当 那就你想去找他们吗 现在不想 当当舔了舔自己嘴边的牛奶 师父他们说不定都尬了 自己还这么小 才不要去找他呢 听到这话 姜挺似乎松了一口气 他心疼的揉了揉当当的脑袋 刚才自己当警察的弟弟都告诉他了 他查到的信息是当当是孤儿 其余再多的就查不到了 估计是从小就被抛弃了 姜挺握紧拳头 到底是谁会抛弃这么可爱的奶团子 真是太恶毒了 越想 姜挺越觉得心疼 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在当当面前 但是也得有个身份啊 想到这 姜挺蹲在当当面前 小心地开口 当当 那你愿意和叔叔一起住吗 和叔叔住一起吗 当当歪着头 圆圆的眼睛盯着 眼前的姜挺 姜挺点点头 他已经决定好了 要是当当不同意 那就 先暂时住在自己家里 过了一会 当当才开口回答 但是 当当没有什么 能报答叔叔的 当当低着头 神情有些沮丧 自己身上什么都没有 根本帮不来叔叔什么 而且 当当转头看向家里的设施 叔叔看起来 好像也不是缺钱的样子 听到这话 姜挺松了一口气 之前一直悬着的心 在此刻也安定了下来 还好 还好不是拒绝 经过短短一天的相处 姜挺已经完全接受 自己家里多一个孩子了 就是不知道 当当能不能接受罢了 不过 听到当当这么说 姜挺连忙挥了挥手 我不要你报答我什么 叔叔就是喜欢你 当当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看着自己和姜挺身上 若隐若现的亲情线 刚准备同意 就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叮铃铃 叮铃铃铃 耳边的手机铃声 一直在吵着 姜挺皱着眉 无可奈何地拿起手机 刚拿起 就一眼看见了上面的被注 母亲大人 姜挺瞪大了眼睛 对着当当嘱咐道 当当 你先回房间休息 叔叔接个电话 当当十分懂事地 抱着黑黑往楼上走去 然而刚走一步 就听到了女人的怒吼 姜小挺 你到底在外面乱搞什么 你弟弟都跟我说了 你竟然抛弃妻女 姜母的声音非常大 导致不远处的当当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当当低着头 看着自己还没来得及 踏上台阶的脚 轻微晃了晃 然后扭过头 对着姜挺软乎乎地笑了起来 当当的小手 紧紧地握成拳头 对着姜挺说道 叔叔加油哦 好嘞 姜挺下意识地回答 当当说完就上楼了 但是电话还在通着 姜挺听着当当软乎乎的声音 感觉自己的心都要化了 但是在听到叔叔两个字的时候 姜挺又感觉自己要被气炸了 姜小挺 你竟然敢让奶团子喊你叔叔 要不是姜挺提前预判 估计现在自己的耳朵就没有了 姜挺揉了揉耳根 十分委屈 妈 我没有 妈妈妈 你别叫我妈 明天赶紧带过来见我 姜挺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丝毫不给姜挺解释的时间 唉 回到房间的当当抱着黑黑 开始迷恋上手机里的小游戏 他躲在被子里 这么晚都不过眼 即便是一旁的黑黑幼崽 一直用头拱他的手 当当也不肯睡觉 第十章 熊猫眼当当 于是 当当成功地熬夜了 早上起床 姜挺在家里找了半天 都没看见当当 他有些奇怪地挠了挠头 小声嘀咕道 奇怪 今天当当断练跑那么远吗 虽然疑惑 但是姜挺并没有多想 他转身下楼 开始做早饭 然而已经做好早饭半小时了 姜挺不停地看着时间 不对啊 按理说 这个点当当早该回来了 忽然姜挺像是想到了什么 抬头猛地看向门口的方向 连眼神都变得惊恐起来 他脑子升起一个恐怖的想法 该不会当当被拐走了吧 因为当当的不同 所以姜挺并没有限制他的行为 而且 早上锻炼当当也会及时回来 可是今天 姜挺下意识想往门口跑去 边跑嘴里还边说着 怎么办 怎么办 当当不会真的丢了吧 我真该死啊 连他孩子都看不住 就在姜挺即将要出门的时候 从楼梯口传来熟悉的声音 当当抱着黑黑 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 注意到要出门的姜挺 当当有些疑惑地开口 叔叔 你要出去吗 姜挺愣住了 然后立即转过头 仔细看去 他拿着手机的手 都带着微微颤抖 入眼是熟悉的奶团子 是活的 啊 姜挺兴奋地叫了一声 把正在神游的当当都吓了一跳 脸颊上的肉肉都抖了几下 姜挺也顾不上什么 跑过去抱住当当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见他没什么事情 姜挺抬头看了一眼楼上 如果没记错的话 当当刚才好像是从楼上下来的对吧 不会吧 想到之前当当的早起 姜挺怀疑地开口 当当 你是当当起床吗 自以为躲过一劫的当当 面色一僵 抱着黑黑的手都紧了两分 当当圆溜溜的大眼睛转动了两下 表情有些不好意思 叔叔 被你发现了呀 说着当当抱起黑黑 举起他的两只小爪子 做出投降状 叔叔 对巴起 说不应该不睡觉玩游戏 当当低着头 声音委屈 姜挺愣了一回 这才反应过来 当当这是在跟他解释起碗的原因 看着眼前不过自己膝盖高的奶团子 姜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算了 他还能怎么办呢 打不得骂不得的 姜挺笑着揉了揉当当的头 所以 当当今天早上才起碗了对吗 姜挺的声音很温柔 让当当放松了警惕 当当抬起头 一脸严肃地点了点 嗯嗯 可姜挺忽然往后退了一步 仿佛看见了什么震惊的东西 盯着眼前的当当 姜挺努力忍住想笑的欲望 憋笑憋得身子都微微颤抖 但偏偏当当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甚至还以为 姜挺因为自己起碗了 所以生气了 他歪着头 可可哀哀地问道 叔叔 你怎么了 生气了吗 没有 没有 姜挺咬了一口自己的舌尖 把想笑的欲望憋了下去 可嘴角却还是在努力上扬 他捏了捏当当的脸颊 有些无奈 当当以后不能熬夜玩手机了 好了 吃早饭吧 嗯嗯 当当用力地点点头 原本姜挺已经不想笑了 可是视线一转 再看清楚 当当怀里抱着的黑黑时 再也忍不住了 江挺大笑着跑开 身后的当当 则满脸担忧当当 完全不知道自己 现在在别人眼中的样子 因为熬夜 所以一张白嫩的小脸上 出现了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再加上当当的眼睛本来就大 一双圆圆的眼睛 再加上一双大大的黑眼圈 属实有些可爱 而他怀中抱着的黑黑 由于劝阻当当熬夜 也跟着熬夜了 白蓉蓉的脸上 也泛着隐隐的青涩 一大一小 脸上都带着相同的黑眼圈 跑到餐桌旁边的江挺 忍住自己的笑容 可转头看到 跟着过来的奶团子 嘴角又不自觉地上扬 他忍不住开口 当当 你给黑黑取的名字 真贴合他 尤其是现在 真是万白从中一抹黑啊 不对 是两抹 不过后面的这句话 江挺没有说 单纯的奶团子 还以为江挺在夸他 一张小脸从牛奶碗里抬出来 他乐兮兮地看着江挺笑 嘴里还硬喝着 对吧对吧 我也觉得真不错 身旁正在努力干饭的黑黑 抬头看了一眼 随机又低下头继续干饭 吃饱喝足之后 当当晃悠着身体 打着哈欠往楼上走 看着他三步晃两步的样子 江挺十分担忧 当当 要不今天就不直播了吧 听到江挺的话 当当的脚步停了一下 其实他有些心动 他是真的没想到 玩游戏之后会这么困 不过 师父说过 悬门中人万不可偷懒 况且 自己还要养宗门 想到这 当当坚定的摇摇头 叔说 我还是结束再睡吧 当当回到房间 打着哈欠开启了之后 刚开 迎面来的就是礼物特效 月亮之星 一直在上面闪动了 大概几十次才 堪堪停下 橘子水的味道 当当是我 多亏你告诉我解决办法 奖励在弹幕上感谢着当当 却没想到 后面进来的其他网友 丝毫不给他面子 蒋哥 我替你补完 不然我就要 楼上你多损啊 当当盯着屏幕看了一会 他连忙摆摆手 没事的 你给了挂钱 弹幕 现实 精辟 简洁明了 忽然有人注意到当当的不同 犹豫着在弹幕上问 当当 你眼睛旁边是黑眼圈吗 当当盯着屏幕上的自己 看了一会 脸颊微红 他搅了搅自己的衣服 语气愤愤 是游戏偷走了我的精神 弹幕停了一秒 然后开始 笑死了 原来悬门的人 也熬夜玩游戏啊 不是 熊猫眼当当你 真是太可爱了 这个黑眼圈 真大 哈哈哈哈 你们没人注意到旁边的幼崽吗 哈哈哈哈 他眼睛也黑了 看着这些嘲笑自己的弹幕 当当鼓起小脸 他伸手戳了戳屏幕 哼了一声 不要再说了 第十一章 准备考研的男生 今天还是三挂 说完当当 还冲着屏幕伸出了三根手指 但是因为手有些短 导致比的不是很成功 弹幕好了 我要开始认真了 你们都别跟我抢 我真的很需要当当的这一挂 我上有八十岁老母 下有三岁奶娃 让让我吧 那马上开始第一挂哦 还是和之前一样的 当当的话音刚落 就看见弹幕上出现姜婷的话 当当 人有点多 你可以设置一个福袋 抽中的人刷礼物 这样会方便一点 盯着屏幕上姜婷的话 当当喃喃自语道 福袋 他皱着眉想了想 短胖短胖的手指 在屏幕上不停地翻炒 即使弹幕都在哈哈大笑 但是也有人在提醒当当该从哪里找 不过当当都选择性忽视罢了 当当一直在寻找着姜婷说的福袋 可找了半天都没弄好 要不是不礼貌 姜婷都想直接进房间帮当当弄 中途也有不少网友进来了 但是因为当当一直没说话 对直播间还有些疑惑 不懂就问 这是在干嘛 我承认这个奶团子长得是有点可爱 但是 楼上的 这里是算命直播间哦 玄学主播 他多大 你跟我说玄学 福袋就是抽人算命的 嘘 别告诉他们 一直等待了十分钟左右 当当终于弄好了福袋 他对着镜头 露出专属自己的软乎乎的笑容 好了 我弄好了 大家可以 当当的话还没说完 就停住了 因为他看见 福袋已经被抢完了 当当疑惑的歪头 他身旁的嘿嘿 也跟着疑惑歪头 最后当当憋出来一句 我刚刚是不是忘记发了 说着 当当小手点向屏幕 皱着小眉毛 仔细查看 自己到底有没有发福袋 看着他认真的样子 直播间的网友 都被逗笑了 哈哈哈哈 别太搞笑 这是节目效果吗 说实话 我也在怀疑 当当到底有没有发福袋 就是啊 你们的手速也太快了吧 楼上 是我抢到了 但是这个福袋 是干嘛用的 当当看到记录之后 憨憨的挠了挠头 嘿嘿 我发过了 是大家的手速太快了 想到自己刚刚弄错了 在那么多网友面前丢人 当当的脸色 慢慢变得粉红粉红 他戳了戳自己的手指 对着屏幕开口道 那第一位有有 你要连线还是照片 刚刚是一位名叫野王 是我的网友抢到的 野王是我看着屏幕上的当当 满脸疑惑 在听到他问这句话之后 迅速点了申请连线 左右不是什么坏事 屏幕被一分为二 野王是我按照福袋的要求 进行打赏之后 一双清澈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屏幕 他似乎是在学校宿舍里 周围还有男生嘈杂地打游戏声音 看着当当 他率先开口 小朋友你好啊 这个直播间是干什么的呀 当当没想到 男生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个 他愣了一下 看向弹幕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疑问 此时将挺适时地在公平留言 玄学算命主播当当 月亮之星一次看到这句话之后 当当了然地点点头 他对着镜头坐直身体 伸手抱住旁边的黑黑 一脸严肃地开口 我是当当 是算命波波 他是黑黑 是猫猫 这句话 无疑为刚进直播间的网友 解答了疑惑 但是 为什么一只白毛叫黑黑呀喂 当当是吧 我劝你在想想他应该叫什么 真的 我哭死 你看看他的颜色吧 嘿嘿 这名也不配他 别管 我们当当就是这么与众不同 虽然直播间都在讨论 黑黑的名字 但是当当不为所动 他 摸了摸怀里黑黑的耳朵 一本正经地摇了摇头 不对 他就应该叫黑黑 怀里的黑黑人 性化地翻了个白眼 然后从当当怀里跳开 看到这一幕的网友 顿时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看 他有几分想叫这个名字 这时正在连线 但被忽略的野王氏 我也扑持一下笑出声 笑声在直播间响起 也让当当回过神来 他才发现 自己还和别人连着谢你 当当抿着唇 有些抱歉的开口 你想要算什么吗 哪声哪气的声音落下 直播间的弹幕也停了 男生嘴角的笑顿时将在脸上 哈哈 他对着镜头 十分尴尬地挥了挥手 然而当当的眼神 却一直看着他 野王氏我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拖着下巴 似乎在想什么 等不及的网友 纷纷开始催促 哥们 你要没有就让出来吧 让我算 我有事 对啊 你没事抢什么福袋啊 为什么不能是我抢到呢 爆哭 男生思考了一会无果 看见弹幕 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 他对着当当开口 要不然我还是把这个位置让出来吧 我也没什么要算的 给其他人吧 野王是我一脸真诚 弹幕也在纷纷附和 你小侄很有前途 谢谢谢谢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爸爸 我谢谢你妈妈 我谢谢你爷爷 我谢谢你奶奶 我谢谢你外婆 别谢了 再谢人祖宗都让你找出来了 就在野王是我准备挂断连线的时候 一直不说话的当当 终于开口了 他盯着男生悠悠地开口 不 你有事情要算 当当的语气带着笃定 是一句陈述句 这让野王 是我正要挂断连线的手 一时停住 这也让弹幕集体猛圈 他刚刚不是说自己没事情吗 咋 这抽上了 还强制性算的 这是抽上一定要出事 面对网友的三连问 野王是我也满事不解 他醋没 我真的没什么要算的呀 听着他的话 当当慢悠悠地摇了摇头 然后当当开口说道 你最近是不是要考验 原本野王是我是有些不相信当当的 毕竟是一个三岁不到的孩子 能说出什么来 但是听见他的话 野王是我震惊地眨了眨眼 在众多网友的注视下点点头似的 我最近是在准备考验 第十二章 被偷走的学习能力 听到他的回答 弹幕有些疑惑 为什么当当会知道啊 新来的 这里到底是不是拖呀 则 小小年纪就开始串通起来骗人了 但是这种一看就是在宿舍的 很好猜的吧 看到这些弹幕 有不少第一次就在直播间的网友 替当当反驳 不是骗人哦 当当是一名玄学主播 很厉害的 真的不是拖 你们可以继续看下去的 不仅仅是网友疑惑的 就连男生都挠了挠头 他对着屏幕摇了摇手 开口解释 不是的 我不是拖 我只是偶然进的直播间 说完 男生又看向当当 其实他并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当当能说出自己要考研的事情 但是正如那条弹幕说的一样 他现在是在宿舍里 谁都能猜出来自己要干什么 见男生还是有些不相信 当当无奈地叹了口气 可一个奶团子 故作老长的叹气 显得更加可爱了 野王是我的目光都柔和了下来 当然也不仅仅是他 还有直播间的网友们 不管是不是拖 但是当当真的好可爱啊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奶团子叹气 我都能兴奋到尖叫 盯着弹幕看了一会 野王 是我好笑的开口 当当 你为什么要叹气啊 他的话刚说完 当当就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看了男生一样 就仿佛男生做了什么 让人无语的事情一样 事实上 男生的事情 确实很让人无语 当当的视线 扫过屏幕上男生的宿舍 紧接着他的目光直勾勾地 盯着屏幕上的某一处 这才开口 你有没有 感觉自己无论怎么学习 都学不进去 当当的表情很认真 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 野王是我有些奇怪 他看着镜头开口问道 这不是正常的吗 每个人学习不都是这样的吗 弹幕上也纷纷开始附和 对啊对啊 我学习也这样 总感觉学不进去 楼上的 在说自己学不进去的时候 请放下手中的手机 我也是啊 就算是在学习 也很容易发呆 见弹幕上 都有和自己一样的感觉 野王是我放下心来 他赞同的点点头 刚刚心里的那一丝担忧 也放下了 可是当当的下一句话 却直接让他 把心提到嗓子眼 可是你的学习能力 是被人借走的 男生愣住了 直播间的网友也愣住了 借什么 当当当才说借什么 学习能力 学历能力还能被借走 看着这些弹幕 野王是我也事实地问出口 当当 你这个学习能力 被借走是什么意思啊 盯着男生的样子 当当再一次无语了 他扁了扁嘴 软乎乎地开口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 你的学习能力 是被人借走的 或者说 是被人偷走的 当当盯着屏幕上的某处 继续开口说道 你之前的学习成绩 不是很好的吗 说到这 野王是我神色 变得有些落寞 他垂着头 靠在椅子上 对 我之前的成绩是很好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高考的时候 在高考的时候 成绩一落千丈 当当的小奶鹰 和野王是我的声音 一同响起 男生抬头看向当当 震惊他竟然会知道 可又想到当当的身份 男生无奈地点点头 对 我明明在高考之前 都已经做好了所有的系题 每次摩考我都是年纪第一 可是偏偏在高考的时候 我看着那些熟悉的知识点 却不知道从何下比 明明他们就在我的脑子里 可是我却写不出来 野王是我满脸 痛苦地抱着头 心里满哨呢 他低着头继续说道 就像现在 明明那些知识我都会了 题目做得都对 可是在上次考试我却做不出来 听着这些话 有网友提出合理质疑 一般这种情况 难道不是你 没有完全学会吗 对啊 你只是学会了那种题型 可是那个知识点 你还没有彻底学 会 我们老师都是这样说的 盯着这些话 野王是我从旁边 拿出厚厚的一打练习 他对着镜头翻动着 可以看到 上面做的题目 几乎全是对的 紧接着 野王是我又搜索出了 上次考试的题目 考试题目上面 最简单的知识点 他都错了 这样你们相信了吗 野王是我盯着屏幕 眼里的痛苦 不似作假 网友们还是有些怀疑 可是你手上的练习 都是有答案的啊 万一你练习 看的是答案呢 假学习 对 我儿子就是这样 在假学习 明明看着学了 其实根本没学进去 面对知识一声 野王是我没再反驳 他对着镜头笑了笑 我知道你们都会这么想 其实我也怀疑过我自己 可是我真的没有 我相信你 一直没说话的当当 忽然开口 听到这话 野王是我抬起头来 他看着屏幕那边的奶团子 最后无奈地笑着 笑容惨淡 他摇了摇头 谢谢你 可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当当也摇摇头 你一直都在认真学习 你也是真的会了 至于你为什么考试成绩不好 那就要问问他了 他 野王是我疑惑了 可当当却严肃地点点头 他看着屏幕上的一处 立身开口 你还不承认吗 网友和野王是我都一头雾水 但是 作为在宿舍里的人 野王是我很快就注意到当当的视线 当当并没有再看自己 野王是我很快注意到这点 他转头顺着当当的目光看去 最后落在自己最好的兄弟 李莉身上 和他有关 野王是我对着镜头向当当问道 在得到当当肯定的点头之后 野王是我拿着手机 往李莉的方向走去 他轻轻拍了拍李莉的肩膀 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可李莉却被吓了一跳 李莉反应很大 他几乎要从椅子上跳下来 转头看见野王是我的时候 他的表情闪过一丝不自然 有什么事吗 第十三章 超时了 李莉的眼神很是飘忽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不对劲 野王是我没有多想 真的是他吗 野王是我的表情很是难看 李莉之前是自己的高中同学 他们两个关系一直都还不错 但是 如果真的和当当说的一样 野王是我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和一个小偷 一起生活这么久 甚至还把他当成自己的好兄弟 看着野王是我的表情 李莉这时候反应过来了 他装作一脸迷茫的样子 挠了挠头 你在说什么呀 说着 李莉看向野王 是我手里拿着的手机 脸上露出八卦的神情 钢子 你在何人连麦啊 直播间的网友 看着李莉的样子 不似作假 开始怀疑 这主播骗人的吧 世界上怎么可能 有偷人学习能力的东西 对啊 根本就是这个人 自己没有学进去吧 要是真的呢 那我怀疑 我的学习能力也被偷走了 弹幕上质疑着当当的话 其实就连野王是我也开始这么想 作为一个相信科学的人 野王是我并不相信 世界上有东西 可以偷走别人的学习能力 这时 当当看着屏幕上的两人 再一次开口 野王是我 你脖子上是不是有一个项链 当当的小奶鹰 传入两人耳中 只见李莉的表情微变 眼睛轻轻眯起 可对面的野王是我并没有发现 野王是我低着头 从衣领里掏出自己的项链 对着当当点点头 是啊 这还是他妈妈送给我的呢 说着 野王是我瞟了一眼面前的李莉 手还十分爱惜地摸了摸 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不对劲 当当这么说 该不会是 他颤抖着声音再次开口 当当 该不会 这个项链有问题吧 当当一脸认真地点点头 这下野王是我是彻底愣住了 你先把项链拿下来吧 抬手就把脖子上的项链摘了下来 刚摘下的下一秒 对面的李莉忽然闷哼一声 野王是我下意识抬头 刚好也能让镜头看见 李莉现在的样子 此时的李莉和刚才的样子完全不同 她像是忽然生了一场大病一样 脸色苍白 甚至额头都冒出了汗底 面无血色 虽然心里有点怪异 但是野王是我还是友好 上前想扶住她 她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李莉 你生病了吗 可还不等野王是我碰到李莉 就被她一把挥开 野王是我站在一旁愣住了 对面的李莉捂着心口气喘吁吁的 她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刚才的失态 对着野王是我说道 我有点不舒服 去趟医务室 说完也不等野王是我回话 转身就离开了宿舍站在原地 野王是我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当当无奈地再次开口 这下你相信了吗 刚刚她是被反噬了 弹幕炸了 怎么办 各位友友 我好像开始有点相信了 楼上不只是我 还有我 那个人刚刚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忽然就变成那样的 虚的 对啊 而且刚好是在摘掉项链的那一刻 你们都是傻子 不像我 当当大师 当当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他捏着肚子上的肉 缓缓开口 那个项链就是没见 可以偷走你 学习能力的东西 只要戴上它 你学会的所有东西 都会出现在他的大脑中 但是这个东西 需要两人的距离挨得很近 所以这就是 你从高考开始 成绩才下降的原因吧 听着这些话 野王是我愣愣地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手里紧紧攥着那条项链 哎 李莉刚才怎么了 我看她走路都不稳了 有男生开口问道 但是野王是我并没有反应 她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李莉的母亲 会对自己那么好 经常送核桃给自己吃 也明白了 为什么李莉总是跟着自己 他们明明知道的 自己父母早亡 大山里的孩子想要出来 本来就难 但目看她这么伤感 有些心疼 小伙子 你别太伤心了 男子汉大丈夫 是啊 还好你遇到当当大师了 不然后面更惨 你们说 那个东西后面不会升级 什么都偷了吧 忽然野王说 我想到自己 刚刚连麦石当当 对自己说的话 他看着屏幕开口说道 这个只需要给别人戴上 就自动偷吗 网友们也有些好奇 如果是那样的话 是不是有了这个项链 自己 他们刚这么想 弹幕上就有人对着野王 是我出价 我出一百万 买下这个项链 我出两百万 你们 怎么能这样 那我出三块 好 你出三 三块 看着弹幕 当当有些好笑的摇了摇头 不是的 这是要经过本人同意的 不然根本不会发挥效果 弹幕清一色的 好小子 这你都能同意 野王是我呆住了 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同意的 忽然他灵光一闪 脑子闪过李莉妈妈的话 钢子 你这么聪明 能不能借一点给我家莉莉啊 那时的他 对李家满是感激 随口就答应了 当然了 阿姨要是能借 我一定借 现在才知道 那时李莉母亲笑容的真正含义 野王是我摊在椅子上 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还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 不 像是借运这样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答应 完蛋了 我之前还答应分给别人一点运气 我也 我 既然你们都分过了 再分我一点也不介意吧 盯着弹幕上的话 当当别了别嘴 这群哥哥姐姐们怎么这样 为了结束这个话题 当当连忙开口 一般不会有事的 这种项链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 这句话一出 弹幕上要买项链的人更多了 野王是我盯着手里的项链看了一会 然后随手把它扔在桌上 当当大师 那这条项链能不能毁了 他不希望 还有这种东西在自己身边 当当没说话 他捧着自己的小脸 大眼睛往屏幕左上角看了一眼 嗯 这一挂太长时间了 于是 他决定速战速决 只见当当坐起身来 他抬起小肉手 对着屏幕上画着什么 紧接着 再野王是我旁边的项链忽然碎了 最后碎成了一滩灰尘 见事情完成 当当丢下一句话 迅速结束这一挂的连麦 当当 超时了 弹幕 野王是我 后续 野王是我成功试考研了 最后成绩越来越好 工作也越来越好 而李莉因为失去了运气 而导致被退学 找到工作之后 嫌弃这嫌弃那 最后回到了老家 和他的母亲相互嫌弃 第十四章 之前的大姐 好 好突然 就这样就结束了 我还没看到后续呢 怎么就结束了 当当 不要这么任性 呜呜呜 答应我 下次别这么干了好吗 可无论弹幕上说什么 当当都像是一副 没看见的样子 他伸出小手在旁边探了探 最后摸到了自己的奶瓶 喝了几口奶之后 当当看着屏幕 慢吞吞地开口 好了 我们开始吧 弹幕 色奥 你突然结束 就是因为自己 要喝奶吗 当当 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牛奶可以结束再喝 但是姐姐吃瓜 刻不容缓 好好好 当当你竟然这么干 震惊 一玄学主播挂断 连麦净是因为 当当没有理会上面的弹幕 小手在屏幕上戳了戳 直接发送了福袋 三秒之后 当当小手啪啪的 恭喜贪吃小猪呀 你要连麦还是 当当对着屏幕询问 这一次中福袋的人 但是直播间 其余的网友 再一次梦了 你们刚刚不都是在谴责当当 挂断连麦喝奶的事情吗 为什么我还是没抢到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你们长了四个眼睛 和四双手吗 我不理解 但是我大为震惊 现在都开始迷惑别人了吗 我们只是网友 不是敌人好吗 那边的贪吃小猪 再听到当当的话 之后就申请了连麦 屏幕一分为二 另一半屏幕上 出现了一个长相清秀的姑娘 她对着镜头笑了笑 笑得十分腼腆 看见她的脸之后 网友纷纷开始调转画风 好吧 既然是这样的小姐姐抢到了 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我觉得 小姐姐一定有比我更着急的事情 什么小姐姐 这是我老婆 胡说 明明是我老婆 你们别太看脸了好吗 当当拖着小脸凑到镜头面前 她歪着头 软乎乎的开口问道 姐姐 我们是不是认识啊 什么 当当和她认识 认识还强 呜呜呜呜呜 拜托 女儿当然认识了 听到当当的话 贪吃小猪有一瞬间的迷茫 但是很快 又抿着唇笑了笑 在她还没开口之前 她旁边又凑上来两个人 一个是长相慈爱的大姐 还有一个很帅气的叔叔 那名大姐 一看到当当 就笑弯了眼 她指着当当对着旁边的两人说道 对了 对了 这就是我说的小神童 说完 大姐又看着屏幕里的当当 嘴都要笑咧了 小神童 我终于找到你了 那天我回去找你 连续找了几天都没看见你啊 真没想到 我能在这里见到你 大姐的表情十分欣喜 当当抿着小嘴 抱着怀里的黑黑 肉眼可见的开心 她也认出了面前的大姐 这么想着 当当把视线移到旁边的 贪吃小猪身上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原来我不是见过姐姐 而是见过姐姐的婆婆 贪吃小猪笑着点了点头 可直播间的网友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一头雾水 开始发弹幕询问 所以 你们在说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有什么事情 是我这个VIP不能听的 快点告诉我 拜托拜托 告诉孩子吧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有个朋友快不行了 他最后 就想知道这个小姐姐和当当 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当当没说话 低着头乖乖地喝着自己手上的牛奶 看着他的样子 大姐也有些犹豫 她是看见了弹幕都在问 但是小神童不说 自己还是不说了吧 小神童这么做 一定有她的道理 大姐越想越觉得自己对 甚至还点了点头 见大姐一直没开口 当当心里那点担忧也消失了 原本她还有些害怕 这个阿姨把自己的事情说出去呢 当当可不想让别人知道 姜挺叔叔说 当当现在在网上试 玄学大师 所以在街边摆摊的事情 还是不要说出去的比较好 还好阿姨没说 嘿嘿 当当捂着小嘴 嘴角悄悄扬起 但是这个动作可没逃过 直播间网友的眼睛 他们开始质问 当当 依依的大宝贝 你就告诉我吧 谁能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真的快疯了 这个瓜我一定要吃明白 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当当和大姐一家 都没有开口说什么 余光忽然瞟了一眼时间 这时当当才想起来 自己还在直播 她开口问道 那你们今天想算什么呀 这话一出 贪吃小猪的脸上 闪过一丝忧愁 她摸着自己的肚子 心有余悸 她身旁的男人 似乎感受到她的担忧 伸出手揽住她的肩膀 男人看着屏幕 开口说道 当当 你好 上次的事情多亏了你提醒 这次 我们就是想知道 以后应该不会再 有事了吧 男人的表情很严肃 当当盯着她看了一会 然后摇了摇头 不会出大事哦 但是要注意 不要让姐姐一个人在家了哦 当当的目光下移 仿佛在看着 贪吃小猪的肚子 宝宝出生后 可能会身体不好 但是都不是什么大事 听着当当的话之后 大姐一家才放下心来 贪吃小猪 整个人都松懈了 上次要不是自己婆婆及时赶到 她真的害怕会出事 大姐笑着 对当当点点头 谢谢小神童 说着 大姐又在直播间 打赏了好几个礼物 直播间的网友 云里雾里的看完了这一挂 我好像明白了 不确定 再看看 我是真的不明白 但是看起来 那一家都很相信当当的样子 我从当当第一次直播就在了 我敢确信 这不是直播间的事情 那就是 当当生活里的咯 我也想在生活当中 见到当当 那我一定揉烂他的小脸 当当抬眼的同时 刚好看见这一条弹幕 他小鼻子一皱 轻轻哼了一声 快快 最后一挂吧 当当看着时间有些着急 小幅度地打了个哈欠 但是直播间的网友 可不这么想 当当宝宝 你有没有觉得 一天就三挂太少了呢 他们企图撒娇卖萌 来让当当待的酒一会 但是当当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他用力地摇着头 不行 就三挂 第十五章 骗人惊当当 无论弹幕上怎么劝说 当当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他嘟着小嘴 发起了第三次复带 即使是在劝说当中 直播间的网友 也没有忘记抢复带 毕竟错过了这一个 今天可就没有了 这次抢到的是一个 名叫妞妞在哪的网友 按照惯例 当当对着屏幕开始发问 你好了 你是要连麦还是照片啊 当当的话音刚落 屏幕上就显示出了 妞妞在哪申请跟你连麦的字样 这次连麦的网友 是一个长相很是沧桑的大叔 他似乎是蹲在路边 来往有很多车辆 而大叔的手上 还拿着一个馒头 脚边放着一瓶矿泉水 路边车辆激起的灰尘 有些都飞到了馒头上 可是大叔像是感觉不到一样 看见屏幕上的当当 大叔笑得很是开心 他对着屏幕挥了挥手 打了个招呼 小心翼翼地 把手中的馒头放好 这才对着屏幕开口 小神童你好啊 看着大叔的现状 直播间的网友有些心疼 我真服了我自己 明明自己过得就不好 偏偏还看不得这些人间几苦 是出去上班吗 农民工吧 出去找工作 农民工也会打赏礼物吗 不应该吧 弹幕上开始纷纷猜测着 大叔的身份 当当放下手中的奶瓶 一脸严肃地 看着屏幕上的大叔 软声软气地开口 叔叔你要算什么呢 听着这话 大叔挠了挠头 憨憨地笑了笑 他的眼角有很多皱纹 此刻眼中充斥着担忧 大叔看向远方 叹了一口气 小神童 我想算女儿在哪 我已经找了很久了 可是都没有找到 大叔低着头 上面伤痕累累 有积累的洞窗 也有各种伤口说完 大叔忽然抬起头 看向当当 眼里闪着一种 名为期待的光 小神童 你可以帮我算算 妞妞还在不在吗 就是大叔名字吧 那个妞妞 难怪叔叔的名字 叫做妞妞在哪 原来是这样 我真的 我哭死 他找了那么久 最后只是想知道 妞妞还在不在 如果当当说在 那他还会一直找下去吧 他可能不是那么相信当当 但是还是想问问 看着弹幕 当当也明白了 为什么大叔不直接 问妞妞在哪 当当眨了眨眼睛 歪着头开口问道 那你就不想知道 他在哪吗 这话一出 大叔的身子都愣了一下 他迅速抬起头 看向当当 声音都带着颤抖 像是难以置信 你 你真的能算出来 他在哪吗 说完 大叔又着急地摆了摆手 好像怕听见 什么不好的消息 没关系的小神童 你尽力就好 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大叔眼睛 还是直勾勾地 看着当当 仍然在期待着 呜呜 当当帮帮他吧 没事的 叔叔你相信当当 他一定可以 帮你找到妞妞的 实在不行 你把信息告诉我们 我就不相信 直播间这么多网友 还不能找到一个人 他是不是怕当当算不出来啊 怕被网友骂 可是他还是很期待啊 有一部分 十分相信当当的网友 纷纷在直播间打赏礼物 希望当当可以帮帮妞妞在哪 直播间的礼物特效不断 看到这些 大叔的眼眶逐渐泛红 他随手抹了一把自己的脸 转头看向别处 大家不用因为我这样 我只是想问问 好了 我又没说不帮 当当看着弹幕有些无奈 不过在看向大叔的时候 当当的眼神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你现在是在哪 见到当当如此严肃的样子 大叔有些猛 不过他 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我骑车出门找妞妞 说着 大叔转动手机 拍向旁边停着的摩托车 上面印着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照片有些旧了 有些模糊 当当快速扫了一眼摩托车周围的环境 你现在离你自己的村子近吗 大叔有些诧异 当当会这样问 因为自己现在离村子还是很近的 他对着镜头点了点头 近的 骑车半小时就到了 因为我都骑了一圈了 大叔的神情落寞 当当盯着他的面相看了一会 忽然站起身来 身旁的奶瓶都被他带到 直播间何时见过当当这副样子 看着当当的样子 事情好像不是很简单 何止不简单 当当什么时候这么着急过 奶瓶都倒了都没去服 看来事情很大 不会扭扭出什么事情了吧 看到弹幕 再看到当当的反应 大叔一时也慌了神 他着急的对着当当开口 小神童 不会是我家妞妞 真的出什么事情了吧 当当没回答他这个问题 而是看向屏幕旁边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你先回村子 等一下我再细说 说完当当 就离开了镜头面前 直播间里只能听见 当当翻箱倒柜的声音 听着声音 很是焦急 大叔似乎还想问什么 但是弹幕都在劝他 赶紧听当当的 大叔别等了 赶紧回去吧 看着当当的样子 一定很着急 快回去 快回去 见到这样 大叔也没有坚持 在问什么 他拿起手机 就骑上了自己的摩托车 将手机固定好之后 大叔直接将油门拧到底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里莫名的很慌 像是 他要是再不快一点 就会失去自己 最重要的东西 这么想着 大叔也有些分神 车头一偏 由于速度过快 摩托车直接摔了出去 大叔也倒在了地上 哈哈 怎么办 有没有人可以帮帮他 怎么办 妞妞还没找到 该不会出事吧 都怪当当 说话都不说清楚 他那么说 叔叔怎么可能不着急 这下好了 妞妞还没找到 叔叔又摔了 看这个小骗子怎么办 坐牢吧你 骗人惊 这时 当当手上拿着东西 才回到镜头面前 刚好就看见这些弹幕 上面 什么无言会语都有 当当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 还不懂什么 圆圆的大眼睛 一下就蓄满了泪珠 鼻尖都泛着红 第十六章 嘴上积德 不过在看见镜头的时候 当当也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他小声抽气着 然后对着屏幕开口 各位哥哥姐姐 你们有离叔叔近的人吗 当当的话 也让直播间的部分 网友回过神来 对啊 要是有人离得近的话 可以去帮帮这个叔叔吗 求求你们了 这个大叔一直都没有反应 我怕他会出事 我已经打了120了 但是我不知道 叔叔的具体位置怎么办 有人在附近吗 帮帮他吧 网友们动用自己的能力 寻找着大叔的位置 终于 直播间有一个人说话了 我认出来了 刚才大叔连麦的时候 我觉得很像我家附近 现在我已经赶去了 那就好那就好 谢谢你 当当盯着屏幕看了一会 仿佛看见了什么 紧皱的眉头微微松开 大概过了三分钟左右 直播间的镜头晃了晃 一只沧桑的手拿起了手机 镜头晃动 最后定格在大叔的脸上 此刻的大叔 和刚开始连麦的时候相比 显得更加狼狈了 他的额头上流着血迹 顺着额头一直流到鼻尖 触目惊心 不过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并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 而是对着屏幕那边的 当当开口询问 小神童 我现在应该还来得及吧 大叔的眼里满是担忧的神色 让人看得眼睛一酸 叔叔 你先看看自己的伤吧 额头都流血了 要不然先处理一下吧 对啊 你这样也骑不了车来啊 当当你快说句话啊 叔叔这样 必须要去医院的 现在可能感觉不到什么 可说不定身体里有损伤呢 当当看着屏幕有些犹豫 他不知道 自己该不该继续说下去了 屏幕里的大叔 看到当当的样子 猜到了他在想什么 大叔随手抹了一把 自己脸上的血 毫不在意地说道 小神童你就说吧 我找了这么多年 要是因为现在去不了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大叔的话音刚落 直播间的网友都愣了 是啊 大叔一直找了那么多年 现在好不容易知道了消息 要是因为自己去不了 会后悔死的吧 当当 你要不还是说吧 这次我是真的希望你是真的 不要是骗人的 大叔已经受不了这次伤害了 我都不敢相信 要是叔叔被骗了 该会有多绝望 就在当当开口要说话的时候 屏幕那边忽然又传来声音 你好 是妞妞在哪吗 一辆汽车停在了大叔旁边 车窗摇下露出了一个 小伙年轻的脸 小伙摘下墨镜 赶紧下车走到大叔身边 你好 我是直播间的网友 需要我送你去医院吗 听到声音 直播间的网友反应过来了 应该是刚才的那个人 他说自己已经赶去了 小伙子你真是个好人 我现在就关注你 直播间的弹幕小伙看不到 但是现在小伙很是担心大叔的状况 他没想到大叔的情况 远比直播间看见的还要严重 手机的镜头 只能拍到大叔流血的额头 可是真正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 其实远不止那样 大叔的手臂和大腿 都有不同程度的擦伤 有些地方甚至连衣服都破了 小伙连忙上前搀扶住大叔 大叔对着他笑了笑 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转头看向手机里的当当 他的声音带着期待 小神童 我真的没事 现在有人来了 你能告诉我了吗 当当看向屏幕当中的另一个人 小伙对他点了点头 我可以送叔叔去的 会保证他的安全 当当放下心来 他对着大叔严肃的开口 现在应该还来得及 但是必须要在四十分钟之内赶到地方 听到当当的话 大叔一直紧动的身体 有了稍微的放松 他拉住旁边小伙的手 就要给他跪下 还好小伙反应比较快 拦住了他 大叔紧紧握着他的手 小伙子 我求求你 你能不能送我过去 我求求你 大叔几乎就要哭出来 小伙子连忙开口 叔叔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一定会 送你去的 不过想到当当说的时间 小伙子没有犹豫 他辅助大叔就往车上走 我车上有纱布 叔叔你先包扎一下伤口 我来开车 手机被大叔带上了副驾驶 车子一直往前开着 大叔边包扎着伤口 边看着前面给小伙指路 这边的当当也没有闲着 他低着头手上 似乎在画着什么 小伙开车进入了大叔的村子之后 速度就慢了下来 他转头问道 当当 进了村子之后要去哪里 大叔也显得有些无措 他迷茫地看向镜头 听到声音 当当才抬头 大叔及时地把镜头转到后面 好让当当可以看清楚 盯着屏幕看了几秒 当当迅速开口 去这个村子最有钱的那家 小伙下意识接话 最有钱的是哪家 可是还不等当当回话 一旁的大叔就连忙开口 我知道 就在我家旁边 小伙点点头 按照大叔的只是开着车 因为镜头一直是后置的状况 不仅当当能看见村子的情况 正在直播间观看的网友 也能清楚地看见 这个村子和普通的农村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如果一定要说一个 那就是 看起来比别的农村更穷 所以 即便是在这么贫穷的情况下 叔叔还是没有放弃寻找妞妞 我希望今天一定要找到 不会真的有人会相信吧 这一看就是骗局吧 现在哪里还有这么穷的村子 骗局也不知道做好一点 这一看就是假的 就算是妞妞 说不定这么多年 早就死了 原本当当看见 那么不友好的弹幕 并没有开口 但是在看见有人说妞妞去世的时候 当当一下就冷住了脸 可爱的小脸捧着 漆黑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屏幕 像是看见了网友的心里 小嘴微张 当当的声音都透着冷意 有时候 嘴上还是要积点得的 第十七章 捣毁人贩子窝 听到当当这么说 有些网友可就不乐意了 你什么意思 我还劝你嘴上要积点得呢 小孩子就要有小孩子的样子 回家喝奶去吧你 我就说什么了 什么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看着这群油盐 不敬的网友 当当并没有继续开口 他抬起头 对着屏幕上画着什么 一直在直播间的网友 当然知道当当在干什么 但是刚进来嘲讽的网友 就不一定了 哈哈哈哈 那么要倒霉了 都说了 让你们嘴上积点都非不听 马上你们就要倒霉了 开玩笑 竟然敢质疑 我们当当小神童 那些网友虽然疑惑 但是看见自己被这么嘲讽 怎么可能忍得下去 他们拿起自己的键盘 刚准备骂回去 就发现了不对劲 此时此刻 他们开始在各个地方上讨论 倒霉但是怎么形成的 有做了几天的方案 被别人窃取的 有喝水都进医院的 等等等等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不对劲 但随着事情逐渐离谱起来 他们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 开始疯狂地在直播间求饶 当当 不 小神童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再也不说了 再也不说了 玄学就是这么滥用权力的吗 要是每个人都是这样 那我们还能放心吗 当当是吧 我劝你 最好赶紧让我恢复正常 直播间的其他网友 也看见了他们的弹幕 也明白 应该是当当刚才的符咒起效果了 哈哈哈哈 让你们嘴欠 刚才不相信 现在相信了吧 我告诉你没用 当当别解开复咒 可是他们说的也没错啊 要是一直这样 确实放不下心来 楼上 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怕什么 就怕有人拿着做坏事 这边的当当 正看着大叔那边的状况 无意间瞟了一眼弹幕 就看见了这句话 手机上也传来姜婷的消息 当当 东西已经送出去了 看到这条消息 当当抿了抿唇 抬头看向屏幕开口解释道 这个符是不能拿来做坏事的 有限制 而且他们之前就嘴上有怨 符咒只是提前了而已 这么一解释 网友就明白了 看吧 我就说当当不是那样的人 当然不会拿去做坏事了 所以当当的意思是 就算今天不倒霉 之后也会倒霉 看来以后那些键盘侠 要小心翼翼了 这下我看谁还敢乱说 但是现在网络报里 还是很多啊 当当抿着唇 他刚才没说的是 这个符不仅仅是 让事情提前了 还让事情严重了一点点 但是就一点点 不说也没事吧 当当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此时大叔已经来到了那家门前 他对着屏幕开口道 小神童 我们已经到了 当当点点头 你现在去这家的后院 快一点 不然就来不及了 这话一出 大叔显得有些犹豫 他看了看当当 又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小伙 最后挠了挠自己的脑袋 有些困惑 小神童 这样不好吧 虽然我是个农村人 但是我也知道 随便进别人家是不好的 可当当没听他的 看着时间 当当的语气带着催促 快点 再不进去就来不及了 叔叔你就进去吧 不然来不及了怎么办 可是叔叔说的对啊 随便进别人家 就是不好的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哪还管这些 可万一当当说的不是真的呢 大叔虽然犹豫 但是他看到当当的神情 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他心里有种感觉 如果自己今天不进去的话 那自己会后悔一辈子 他转头对着小伙子开口 小伙子 你不进去也可以 对面的小伙摇了摇头 不了 我还是跟你一起进去吧 万一有个什么事情 多个人也好一点 大叔没有再拒绝 两人相伴走进别墅 刚进去 网友就发现了 这家和其他地方的不同 这确定是在一个地方吗 刚刚看到隔壁大叔的家了 跟这里简直不能比 你们都不知道吗 现在农村有很多别墅呢 有些比我们还有钱 我就是农村的 这是真的 我家今年才修了别墅 世界上多我一个有钱人 会怎么样 我哭了 大叔一路往别墅的后院走去 之前别墅刚建好的时候 他就来过 边走着 大叔边对着镜头开口 之前我来过 这家人挺好的 虽然是我们村最有钱的 但是也经常帮助我们这些贫穷的 说着 大叔默默低下头 我刚开始出门找妞妞的时候 钱还是这家借我的 大叔的语气满是感激 当当看着这一幕没说话 他有些不忍心 可是在大叔 抬头看见眼前的这一幕时 他愣住了 手机都摔到了地上 他抬脚朝着前面疯狂地跑去 身后的小伙也紧跟着 看起来十分着急 因为手机掉在了地上 所以镜头并没有拍到 发什么了什么 只能听见一片嘈杂声 似乎还有人说自己是警察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手机被一双手捡起 是一个穿着警服的人 他正皱着眉头看着屏幕 嘴里嘟囔着 谁啊 在这还开直播 说着他就想挂断直播 但是当当叫停了他 警察叔说 那些符纸你每一个人发一个就好了 尤其是那些有伤的 一定要给 符纸 什么符纸 我错过了什么 我明明一秒也没错过啊 为什么还是看不懂 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符纸啊 可并没有人回答他们的问题 警察叔叔严肃地看着当当 虽然疑惑 但是还是点点头 透过他的身子 网友也能看到一些后面的情况 他们看见 有很多警察站在一起 从别墅里面出来很多女孩子 他们大多身上有伤 穿着破烂 有些甚至神志不清 同时 他们也看见了那个大叔 他正抱着一个女孩子哭着 女孩子穿着一身红色的嫁衣 衣服凌乱 第十八章 当当晕倒 那名警察对着当当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就挂断了直播间的连麦 画面重新回到当当这边 网友都十分好奇 当当到底给了什么东西 后来男人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女儿 虽然开始的时候 女儿还有些过激 但是因为有当当给的福 事情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变化着 男人也看到了邻居的结果 他带着村里的人一起把别墅推倒 女孩也找到了爱自己的人 幸福一生 当当当当 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啊 我真的很好奇 看起来事情很大 去了那么多警察 你们没发现吗 我感觉事情和拐妇女有关系 刚才有很多人从那个别墅里面出来 大胆猜想一下 那个别墅的主人 是一个专门拐卖妇女的人 所以他家才这么有钱 那个叔叔的钱 还是他们给的呢 真恐怖 拿卖妞妞的钱 给大叔找妞妞 但是 无论弹幕再怎么讨论 当当都没有开口说 事情的经过 他抱着一旁睡觉的黑黑 抓起他的爪子 对着镜头挥了挥 像是在告别 好了 各位哥哥姐姐拜拜 下次再见哦 当当拜拜 拜拜 直播间有些弹幕都还没打完整 就被当当的小肉手 毫不留情地关掉了直播间 房间里 当当抱着怀里的幼崽 捂着嘴眼睛亮晶晶的 还好我关掉了 不然就露线了 姜挺叔叔说了 那件事情 现在还不能说 警察叔叔还要追追呢 越想当当 越觉得自己刚才的行为 很是机智 他抱着黑黑 把他转了个身 面对着自己 两个幼崽鼻尖碰着鼻尖 当当眨了眨葡萄大的眼睛 像是一个在炫耀自己糖果的孩子 嘿嘿 你说我刚才是不是很机智 面对着当当的话 嘿嘿明显不是很想理他 直接扭过头去不看他 可当当那一双大眼睛 很快泛上了泪光 他憋着嘴 可怜兮兮地开口 嘿嘿 你怎么不说话 当当的声音 像是嘿嘿 在不应和他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嘿嘿表示很无语 自己一直都不会说话的好吧 不过看着面前 奶团子可怜巴巴的样子 嘿嘿还是很给面子的 冲他嗷嗷了一声 得到回应的当当很是激动 他抱着嘿嘿的脑袋 就往上蹭 嘿嘿嘿 等到姜挺推开门一看 就看见的是这副样子 他一时愣在原地 不知道自己是该进去 还是该出去 听到动静的两右 在神童部的转头看去 当当歪着头 一脸单纯 疏疏 话音刚落当当 就闭上眼睛 倒在地上 咚 额头和地板相碰 发出清脆的响声 姜挺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嘴巴都张成了O形 同样掉在地上的嘿嘿 看着昏睡不醒的当当 急得上蹿下跳 围着当当左右转着 回头看见姜挺还愣在原处 嘿嘿怒了 张着自己的小脑袋 对着姜挺 就是一整嚎叫 阿呜呜 姜挺很快回过神来 他急忙跑到当当面前 可看了看昏睡的当当 姜挺有着不敢碰他 他害怕自己 要是碰到了什么 不该碰的地方 会让当当更严重 此时此刻 一个183的大男人 却红着眼眶 手足无措 嘿嘿看着他的样子 急得上嘴去咬他的裤脚 可姜挺还是没有反应 他颤颤巍巍地拿起手机 嘴里嘟囔着 打120 打120 当当很快被送到医院 接诊的刚好是姜挺的死对头 宋昭 看着和平日吊儿郎当不同的姜挺 宋昭悄扬起嘴角 故意说道 这是谁欺负我们姜大少爷了 可话刚说完 宋昭就看见了 姜挺红着的眼眶 姜挺紧紧抓着宋昭的衣服 话都带着颤抖 宋昭 求求你 求求你救救他 宋昭何时见过姜挺这副样子 他瞟了一眼旁边 正在做检查的小孩 脸上的表情 也变得严肃起来 他拍了拍姜挺的肩膀 放心吧 说完宋昭转身往当当的方向走去 对着一旁的护士开口 让我来看吧 宋昭是医院有名的医生 专业能力很强 护士也听从他的话 让开了一条道 姜挺盯着被拉起来的帘子 心里都绝望了 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姜母询问 什么时候带当当回家的消息 姜挺靠在墙边 惨淡地笑了笑 然而就在众人担心的时候 此时的当当 却躺在床上 进入了睡眠当中 他正追着云朵丸 忽然云朵消失了 出现了师父的脸 当当被突然出现的人吓到 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眨了眨眼 疑惑地问道 师父 见下到了自己的乖徒儿 白衣老头轻咳了两声 对着当当开口 乖徒儿 是我呀 我是师父 可当当并没有看他 反而转了个身子 用自己的屁股对着他 听到白衣老头的话 当当扭头哼了一声 我当然知道你是师父了 白衣老头还在等着下面的话 可等了半天 当当都没有再次开口 他有些干大地 摸了摸自己的胡子 然后走到当当面前 伸手戳了戳当当的脸颊 哎呦 我的乖徒儿 怎么生气了 当当没说话 抬头盯着白衣老头看 盯着盯着 当当的眼眶逐渐泛红 他一把扑进 白衣老头的怀里 呜咽着开口 呜呜 我好想你呀师父 呜呜呜 我想回家 我想师兄了 当当哭得小脸通红 满脸都是泪水 看得格外让人心疼 白衣老头叹了一口气 他轻柔地替当当擦拭着眼泪 声音带着无奈 当当 现在宗门只剩下你一个 你一定要努力啊 嗯嗯 当当养着脑袋点点头 可是一个小孩子 总归是害怕的 当当紧紧抱住师父 小心翼翼地发问 师父 那可以让师兄来陪窝吗 这句话一出 白衣老头的身子僵了一下 但当当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 仍然用自己一双满怀期待的眼睛看着他 白衣老头抬手摸了摸当当的脑袋 视线看向远方 当当 你师兄现在来不了 你不要害怕 我会保护你的 听到这话 当当情绪忽然变得有些低落 他垂着头轻声嗡了一下 当当和白衣老头玩了一会 忽然白衣老头捂着自己的嘴猛地咳嗽起来 就连身形都淡了几分 第十九章 脸都瘦成这样了 当当伸手去碰 可是却和刚才不一样 他几乎要碰不到师父的身体了 他站起身来 有些着急 师父 他蹲下身子和当当平视 乖途 师父没事 白衣老头抱着当当 忽然说道 乖途 现在你在做什么呀 说到这个 当当可就来精神了 他仰起笑容 脸上的酒窝都露了出来 师父 我跟你说 窝现在也在帮人算命哦 蒋挺叔叔说 是直播算命 当当的神情带着思思骄傲 像是在说 师父你看 我现在也能像你一样了 看着他的样子 白衣老头的眼里闪过一丝心疼 他捏了 捏当当脸上明显少了的肉 他知道当当现在 希望得到自己的夸奖 他笑着开口 当当真棒啊 现在都能帮人算命了 不亏是我最厉害的徒弟 对上师父的眼神 当当笑弯了眼 如果当当身后有尾巴 那一定在晃着 不过 当当忽然想到了什么 神色变得有些慌张起来 他慌张地看向周围 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师父 你突然把窝叫来 姜挺叔叔会着急的 此刻正在挨打的姜挺暴哭 呜呜 当当终于想到 我了 白衣老头神色一僵 然后犹犹豫豫的说道 当当 你最近赚到钱了吗 说这话的时候 白衣老头的脸颊都有些红 眼神飘忽 可当当却没感觉到什么 一脸真诚的回答 当然了 师父 我最近赚到好多钱钱 够买好多好多好吃的 边说着当当边 吸溜了一下自己的口水 张大了自己的双臂 仿佛那些好吃的 就在眼前自己正在环抱着一般 买好多好多好吃的 白衣老头在心里默默计算了一下 如果按照当当的方法 那应该是多少钱 但当当已经等不及了 他伸手扯了扯白衣老头的衣服 看着他歪头问道 师父 你怎么了 白衣老头的身形越发淡了起来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 也清楚自己待不了多少时间了 于是他闭上眼睛 心一横 当当 那你可以给师父一点吗 白衣老头的神色满是羞涩 他没想到自己都一把年纪了 现在不仅要靠最小的徒弟养宗门 还要养自己 可下一秒 当当十分欢快的声音就响起 当然可以了 师父 窝的钱钱都给你 当当的眼睛亮晶晶的 眼里只有自己的师父 白衣老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捏了 捏当当的脸颊 就给师父一半就好了 卡号是 越说白衣老头的身形越淡 最后几乎都要看不见了 当当小声抽气着 他努力让自己不要哭出来 盲点头保证 师父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白衣老头的身形逐渐消散 当当 别忘了养宗门啊 随着话音落下 当当也终于从睡梦中醒来 他睁开眼睛 却感觉自己的脸颊一阵湿润 可抬眼看去 就对上几双担忧的眼睛 嗷 黑黑朝着当当叫了一声 挣脱了姜挺的怀抱 跳到了当当的病床上 他围着当当左右转着 好像是在检查他 还有没有事 姜挺红着眼睛看着当当 就在当当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他忽然转身跑了出去 回来的时候 手上还扯着一个人 宋昭 宋昭 你快来 身后的宋昭 身无可恋地跟着 他被姜挺推到了当当面前 低头开始给他检查着身体 虽然有些猛 但是当当还是乖巧地配合着 让他干嘛就干嘛 像个可爱的洋娃娃一样 宋昭边检查 边惊叹 眼睛都亮了几分 真是奇了的怪了 明明刚才就不回来了呀 可是检查的结果 却明晃晃地表示 当当此时的身体很健康 甚至比一般的小孩子 都要健康 宋昭放下手上的东西 对着旁边的异形人开口 他现在没事了 听到这话 那边的三人才放下心来 姜挺正准备挤上前去 和当当说话 可是却被一旁的姜母 毫不留情地推开 姜母脸上带着笑意 当当啊 你现在身体没事了吧 有什么不舒服 一定要说出来啊 屁 姜母的声音 有江南特有的温柔 让当当放下防备来 盯着姜母和姜母 身后冷脸的大叔看了看 当当又转头 看了看被忽略在一旁 却一直看着自己的姜挺 当当忽然明白了 他对着姜母 露出软乎乎的笑 小米牙都露了出来 姨姨 你好漂亮 总所周知 小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所以 当当说的 当然是真话了 听到这话的姜母笑开了花 他捂着嘴有些羞涩 转过头看着自己的丈夫 语气带着自豪 当当的嘴真甜啊 姜甫点点头 目光不断地瞟向当当 姜母说完又看向当当 脸上笑容都没落下过 不过当当啊 你都可以叫我奶奶了 其实姜母并不老 可能是因为保养得好 和姜挺站在一起的时候 看起来不像是母子 反而像是姐弟一样 但是听着姜母的话 当当有些疑惑 她转头看向姜挺 对着她伸出手 乃声乃气地喊道 叔叔 话音刚落 姜母脸上的笑容 一下就消失了 就连一旁一直没说话的姜甫 脸色都更冷了一些 姜甫的声音和她本人一样 自带威严的感觉 姜挺 姜挺被吓得一哆嗦 她努力忽略着 来自自己父母的目光 挤上前去 拉住当当软乎乎的手 她的眼神不断往后瞟着 妈 我刚刚说了 当当不是我的孩子 她的话刚说完 姜甫就一巴掌 护上了姜挺的背 生而不养 我就是这么教你的 力道有些大 姜挺闷哼了一声 转头一脸忧怨地 看着自己的老爸 就连站在角落的宋招 都一脸不赞同地 看向姜挺 姜挺简直就是 有苦说不出啊 她转头看向当当 可怜兮兮地开口 当当 你快帮帮我 当当盯着几人看了几秒 然后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她捂住小嘴 咯咯咯地笑起来 眉眼都弯成了月牙 姨姨 我真的不是叔叔的孩子 经过了姜挺的第五遍解释 和当当在一旁不断点头 姜父姜母终于相信了 不过 知道当当的遭遇之后 姜母眼里的心疼更甚 她摸着当当脸上 颤颤巍巍的肉肉 心疼地开口 当当 没想到你的身世这么可怜 你丑 脸都瘦成这样了 姜挺盯着当当脸上 明显的婴儿肥 震惊了 她莫不是出现幻觉了 第二十章 奇怪的男人 可姜母并没有觉得 自己说的有什么不对 她一脸心疼地 摸了摸当当的小脸 下定决定要给当当好好补补 而听到姨姨这么说的当当 也一脸认真的 用手捧住自己的脸颊 她轻轻捏捏了 然后点点头 好像是有点 这话一出 姜挺震惊的眼神 又移到当当身上 真没想到啊 当当小小的身体 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原本当当是可以出院的 但是姜母还是有些担心 直接拒绝了她的要求 她说 你在住院待一会 等着一一给你做好吃的 好吃的这三个字一出 当当的眼睛都亮起来了 就连一旁的嘿嘿 都有些激动 这些天住在姜挺家里 虽然有厨师 但是也不是在之前的宗门里 当当都不敢多吃 每天都是个半饱 嘿嘿就更惨了 作为一只白虎崽子 每天被人当成猫来养 说话他们也听不懂 更别说吃饱了 第二天 在吃完姜母送来的饭菜之后 当当小小弟打了个哈欠 她很困 但是当当知道自己现在还不能睡 她瞥了一眼旁边躺在沙发上睡着的姜挺 小声地叹了口气 算了 就一会应该没事的 当当小声地嘀咕着 说完 她就一手扶着床 把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往床下探去 白色肉乎乎的小脚在空中晃荡了几下 但是都没有碰到地上 嗷 床上睡着了 嘿嘿被吵醒 她歪着毛茸茸的脑袋 疑惑地看着当当 好像在观察她在干什么 可当当并没有注意到 一直探不到地上之后 当当猝起眉头 床上的嘿嘿好像明白了什么 一个跳跃就下了床 咦 她有些疑惑地转头看去 她视线努力地往地面望去 好像在疑惑自己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为什么还是没有碰到地面呢 在尝试了几遍之后 当当还是没有成功地落地 她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扒拉着床边又回到了床上 那边的姜挺还在呼呼大睡着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甚至还翻了个身 当当知道 这两天姜挺叔叔照顾自己太辛苦了 可没有寻求他的帮助 床下的嘿嘿原地打转 听着她的声音 当当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动了几圈 最后视线落在了自己盖的被子上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绝好的主意 开始用力地拉着被子 把自己的整个身体都放在被子上面 最后顺着被子成功落地 脚站在地面上 当当盯着半挂在床上的被子 满意地点点头 当当真是太棒了 仿佛在奖励自己一样 当当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脸上的肉肉一抖一抖的 在临出门的时候 当当回头看了一眼沙发上 还在熟睡的姜挺 小鼻子轻微地皱了一下 然后她小跑着往床边去 费力地抱住床上的小毛毯 毛毯虽然是为了当当特地定制的 但是和当当相比 显得还是有些大了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场景 一个小人头上顶着毛毯 手上还抱着一截 看起来十分费劲地 往沙发的方向走去 给姜挺盖好被子之后 当当心满意足地拍拍手 抱上黑黑之后就转身出了病房 当当的身高不高 所以一路畅通无阻地离开了医院 可站在门口 当当却有些迷茫 师父说了卡号 可是要这个有什么用吗 他站在原地想了半天 都没有想出结果 显然这个事情 已经超过了他的认知 怀里的黑黑 并不知道当当要干什么 就算知道了也没用 脸上也是同款疑惑的表情 就在当当站在医院门口的时候 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 朝着他走过去 男人的声音有些奸细 又带着些许沙哑 听着让人有些不舒服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你的爸爸妈妈呢 听到声音 当当努力地探头望去 只见面前的男人 长得有些瘦小 但是当当 能很明显地感受到他的恶意 而且这恶意 不光光是对他 这个男人 手上有很多的血腥 在当当的视线里面 男人的身后站着许多 的生灵 他们有大有小 但唯一相同的就是 他们都在撕咬着男人 面前的男人 见当当一直不说话 就睁着大眼睛看着他 他忽然想到 这个小孩 该不会是个哑巴吧 也对 要是正常的孩子 身边怎么可能 没有一个大人在 男人脸上 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他转头往四周看着 在发现周围都没有人之后 他一把抱起当当的身子 小朋友 叔叔带你 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当当依旧没说话 只是抱紧了怀里的黑黑 男人没有注意的是 在他们走的时候 一个身材高挺的男人 正准备进医院 可是在看见他之后 悄悄地跟在了他身后 男人抱着当当 一直往前走 最后走进了离医院 不远的一个废弃工厂里面 他放下当当 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 当当还是不说话 他看着眼前的人 忽然朝他伸出手 男人有些疑惑的结果 是一部手机 他笑了 笑得很大声 他随手把手机放在一旁 嘴上嘀咕着 看着是个傻的 没想到真的是个傻的 连手机都给我了 男人不知道的是 刚才在来的路上 当当就已经用手机 打开了直播 毕竟今天还没有直播呢 而手机刚好被男人 丢在角落 手机的摄像头 正对着男人 和当当的方向 此时的直播间 有些茫然 不懂就问 这是在干什么 不算命了吗 算什么命算命 你看清楚一点 当当都快没命了 应该不会吧 要是没命了 怎么可能会开直播 这个男人 虽然长得不像好人 但是人不可貌相 也有可能是剧本 现在的直播间 不都喜欢搞这些东西吗 他们本人都不急 你们急什么 拐里都没说话呢 第21章 被猫吃了 虽然网友这么想 但是有部分网友 还是保持着警惕 一旦看见不对劲 就立马报警 废弃工厂里 白白嫩嫩的小孩 怀里抱着一个雪白的幼崽 一步一步的往后退 面前的男人 看见他这副样子 嘴边的笑容越裂越大 像是在看到什么猎物一样 忽然 男人快速上前 想要按住当当的肩膀 可是还没等他碰到当当 就被突然跳出的黑黑 咬住了胳膊 黑黑到底还是个白虎幼崽 咬合力不是骗人的 感受到来自手臂的疼痛 男人疼得呲牙咧嘴 他手臂往旁边一甩黑黑 就从他手上飞出去了 哦 黑黑被甩到空中 眼看就要被甩到墙上 弹幕都呆滞了 啊啊啊 爱猫人士看不得这个 我感觉不像是剧本了 这个猫猫经过这次 不死也惨 他还那么小 看起来还没成年 快报警啊 当当怎么办 就在众多网友 低头报警的时候 当当的手快速动了几下 然后黑黑 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平稳落地了 啊 啊 啊 那我还报警吗 我看着被接通的电话 突然哑了 只顾着眼前当当的男人 并没有看见这一幕 他继续往当当的方向走着 手里还多出了一把斧头 看着他 当当忽然开口 叔叔 你背后好多小姐姐 这话一出 男人愣住了 弹幕也愣住了 是剧本吧 是吧 当当的话到底什么意思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楼上说出你的想法 老一辈不都说 小孩子能看见成年人 看不见的东西吗 男人伸手抓了抓自己的后背 可是却什么都没碰到 转头看去 当当还是那一副真诚的样子 男人顿时变得凶横恶煞起来 他伸手想把当当提起来 可是手上却像是碰到了火一样 感受到一阵灼热 让他不得不收回手 男人怒了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对着当当就举起斧头 那你也去陪他们吧 嗷呜嗷呜 墙角的黑黑 努力地往这边冲着 希望救下自己的主人 直播间这时候才发觉 这根本不是剧本 我不敢看了 我已经报警了 为什么警察还没来啊 救命救命 谁能来救救他 难道我要看着当当 死在我面前吗 不要啊 他还那么小 同样在直播间看见的几人 都在努力寻找着当当的身影 蒋离开着车 正往查到的地址赶去 睡醒的姜婷 在看完监控之后 也疯狂递往医院外面跑着 就在当当准备做什么的时候 男人忽然被人一脚踢开 倒在了地上 唉 当当疑惑地发出声音 抬眼看去 只见一个长得很帅的哥哥 站在面前 他表情冷漠 无比厌恶地看着地上的男人 却在转头看向当当的时候 有些僵硬地带上温柔 帅气哥哥蹲下身 查看当当的情况 声音冷冽又焦急 你没事吧 当当摇摇头 他的耳朵动了动 抬头看去 刚才的男人已经站起来了 手上举着斧头 表情猙獰 当当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出手了 他举起肉肉手 就准备在空中画符 可没想到 抱着他的帅气哥哥 就像是后背长眼睛的眼 甚至连头都没回 再一次把男人一脚踢飞 这次的力度明显比上次狠 男人躺在地上 捂着自己的肚子 久久起不来 哦 当当瞪圆了眼睛 他看了看躺在地上 满脸痛苦的男人 再看一看 还在抱着自己的帅气哥哥 惊呆了 弹幕也惊了 这是真实发生的吗 我现在又觉得他是剧本了 怎么会有人不回头 都能把坏人踢倒 不是 这也太帅了吧 长得就很帅啊 还好当当没事啊 我的电子女儿 当当惊讶了 半天 他很震惊 竟然有人不靠服 就能让坏人倒地 看着眼前半张着嘴的小孩 姜如年眉眼更加温柔了 他点了点当当的额头 声音不自觉带上些许宠溺 小孩回神了 感受到额头的触感 当当眨巴着自己的大眼睛 他看着眼前的男人 软声说道 哥哥 你好厉害啊 姜如年唇角弯了弯 可还没等他说什么 怀里软乎乎的小孩 就被人抢走 转头一看 一个男人正抱着当当看上看下 这人不是自己的便宜哥哥 还能是谁 当当你没事吧 乱跑什么呀 我 我都快急死了 姜挺抱着当当 一个大男人几乎都要哭出来 当当也知道是自己没礼 他伸手安抚地拍了拍姜挺的头 视线在看见一旁站着的姜如年时 当当笑弯了眼 他伸手指着姜如年 对着姜挺开口 叔叔 你看 是这个哥哥救了我 话说 这两人男人看起来差不多大 原来当当也是看脸的呀 一个叫哥哥 一个叫叔叔 真有你的当当 听到当当的话 姜挺伸手抹了一把自己的脸 站起身来 就想和当当的救命恩人道谢 可是他没想到 一转头看见的 竟然是自己的弟弟 面对姜挺疑惑的表情 姜如年倒是显得十分自然 他冲着姜挺点点头 喊了一声 哥 姜挺看了看怀里的当当 又看向自己的弟弟 忽然一个盲点被他发现了 姜挺瞪大眼睛 他伸手颤颤巍巍的指向 对面站着的姜如年 一脸心痛地开口 当当 你喊他什么 偏偏当当还看不出姜挺的脸色 十分欢快 声音洪亮地回答道 哥哥 说完他 甚至还补充了一句 是帅气的哥哥 这一通话下来 姜挺感觉自己 要心梗了 弹幕 好直接再一次重拳一击 姜挺捂着心口 深呼吸了几下 然后抱着当当 毫不犹豫地就往外走 站在中间的黑黑 盯着自己被抱起来的主人 看了一会 然后嗷呜了一声 叼起正在直播的手机 就跟了上去网友 好家伙 第一次被猫吃了 我呀 今天被猫猫吃了呢 死家子 走开 想着当当的话 姜挺有些不服输地再次开口 当当 他也是叔叔 是哥哥呀 当当 趴在姜挺的肩膀上 不解地反驳道 说话的时候 他还努力看向姜如年 而且我们还没谢谢哥哥呢 听着当当 奶声奶气的话 姜挺顿时感觉自己的心更痛了 他用力抱紧当当的小身子 脚下的步伐加快 不 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失误 医院附近 竟然有这样一个危险分子 天知道 看见监控里 当当被带走的时候 姜挺的内心有多崩溃 想到这 姜挺更生气了 在路过地上躺着的男人时 他悄悄地用力踢了一脚 晕倒的男人闷哼了一声 目睹他动作的姜若年别了别嘴 收回自己的目光 上前把男人绑起来 第二十二章 两岁和三岁的区别 回到病房 毫无疑问 当当就收获了两双充满担忧的眼睛 姜父姜母 急得在房间来回踱步 生怕当当出什么事情 在看见姜挺怀里的当当之后 姜母急忙上前 结果当当软软的身子 他投靠在当当身上 心有余悸地开口 我的小乖乖啊 还好你没事 当当也知道 这次自己算是闯祸了 他伸出手抱住姜母的脖子 软乎乎地蹭了蹭 姜姜不怕 当当没事 见当当这么说 姜母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瞪了一眼身后跟着的姜挺 把当当放在床上安顿好 姜母再次开口 当当啊 你为什么要自己跑出去啊 听到这话 当当的脸颊有些红 他偏过头 手指对着戳了戳手上的窝窝 他显得有些心虚 姜姜 我出去找卡号 找卡号 什么卡号还需要找 不是 找卡号干嘛 不仅仅是病房里的姜氏一家人梦了 就连被黑黑叼在嘴里的一众网友也梦了 姜母疑惑地看向姜挺 可后者要是疑惑地挠头 看着他们的样子 当当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一一他们也不知道呢 算了 还是当当自己找找吧 勇敢当当 不怕困难 当当握着拳头 像是在为自己打气一般 眼里充满了坚定 床下的黑黑甩了甩脑袋 带着手机轻轻一跃 便跳上了床 他把手机轻放在当当面前 当当你的手机 听到声音 当当回过神来 盯着眼前的手机 他这才想起来自己还开着直播呢 不过 当当抬头看向姜挺 叔叔 我可以在医院直播吗 当当眨巴着自己的大眼睛 他没有直接拿起手机开始直播 而是询问了他相比较而言最为亲近的人 可听到当当的话 姜母有些犹豫 他担忧地看着当当 当当 你刚回来 还受了那么大的惊吓 要不然 今天还是别直播了吧 之前 姜挺就和家里说过 当当正在直播的事情 所以姜母并不反对当当直播 只不过现在特殊情况 一旁的姜挺 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过 听到他们话的当当 却歪着头思考了一回 半上 他才摇着头 哪声哪气地开口 可是当当每天直播 是答应过哥哥姐姐的 当当不能做一个坏孩子 一提到坏孩子这个词 当当的小脑袋 立即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他抬头继续眼巴巴地看着姜挺 如果医院不能直播的话 那叔叔可以送当当回家吗 当当回去播 当当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姜挺 可面前的一众人 都停留在他刚才的那番话里 他们从来没想过 当当竟然会那么想 此时的弹幕 呜 没想到当当竟然这么在意 直播这件事 那些玄学的人 一天天地就知道收钱 根本不像当当这样 这也算是我们和当当之间的约定了吧 当当到底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啊 没事的 当当 今天不直播也可以的 对啊对啊 刚才我都受到惊吓了 更别说一个三岁的孩子了 可是 无论弹幕这么说 当当都没有回答他们 因为手机镜头 现在还在对着床铺呢 笑死 一片黑 根本看不见 当当的这番话 也被站在门口的三人听见了 宋昭穿着白大褂 他服了服眼镜 看向面前的两人 一个是姜挺的弟弟 一个是蒋太子爷 蒋梨 宋昭的视线又转向病房里 落在当当身上 看来这个小孩 认识的人不少啊 比他都多 几人相互打了个招呼 走进病房 宋昭照例给当当检检查身体 身后的目光如狼似虎 检查完毕之后 宋昭低头在手里的病例上写着什么 随口说道 如果很想直播的话 可不是不行 但是注意不要打扰到别的病房的人 说完 宋昭收起手上的笔 抬眼就看见 当当用一副星星 眼看着自己 如果人的眼睛里真的可以装星星 那宋昭觉得 当当眼里的星星 一定是最亮的 拜托 一个长相软乎乎的小孩 满眼崇拜地看着你 根本就顶不住好吗 宋昭倾咳了两声 然后在众人都没注意的时候 伸手捏了一下当当的脸 当当 捏完后 宋昭装作如无其事地收回手 他转头对着自己开口 目前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 说完宋昭就准备离开房间 可是在门口的时候 他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转头对着几人补充道 但是要适当注意一下孩子的心理 毕竟 后面的话宋昭没有说完全 但是房间里的人都清楚他要说什么 直到宋昭走后 江父江母叮嘱了两句便离开了 江母要赶着去给当当弄好吃的 仍然待在房间里的三人 开始了大眼瞪小眼当当没有管他们 直播时间已经错过很久了 他飞快地拿起手机 找到一个固定的角度放好 大家好呀 久等了 当当笑得眼睛都弯成了月牙 对着镜头挥手 虽然知道当当看不见 但是有部分网友 还是忍不住对着屏幕挥手 就好像他们站在当当面前一样 当当好呀 当当妈妈来了 我吸 我吸 我使劲吸 她甚至在医院里 还要给我们直播 呜呜呜呜 当当妈妈的乖乖宝 其实今天可以请假的 也不需要每天都直播 当当 你要找什么卡号啊 弹幕有些五花八门 当当盯着几条看了一会 然后开口回答 刚才医生哥哥说了 可以直播 当当找卡号 给师父转钱钱啊 我已经不是两岁小孩了 我可是要挣钱养宗门的人 说这话的时候 当当挥舞着小手 仿佛在为自己增加气势一般 不过 弹幕都笑疯了 什么宗门 还需要一个小孩来养 那得倒闭吧 哈哈哈哈 现在师父 已经要问一个这么小的徒弟 要钱了吗 那宗门该多破呀 当当我知道你不是两岁小孩了 你现在是三岁小孩 哈哈哈哈 两岁和三岁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但是当当肯定知道 我猜当当一定是觉得 两岁是小孩 三岁就不是了 哈哈哈哈 你们笑得好大声 给当当留一点面子吧 哈哈哈哈 不仅仅是弹幕在吵 当当身后的三个男人也在吵 江婷 当当已经没事了 你们可以回去了 江入年 我还有事情要问当当 蒋梨 你们都照顾不好当当 我爷爷说了 要把当当带回去啊 原本江婷 只是想赶走这两个 看着不顺眼的人 可是一听到蒋梨的这番话 顿时就怒了 他砰的一声站起来 伸手指着蒋梨 此时也顾不得他的身份了 蒋梨 你什么意思 由于过于激动 导致江婷的声音几乎破音 但是 蒋梨像是没看到一眼 他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水 才抬眼看向江婷 难道不是吗 今天要不是江入年当当 就完了 江婷连忙转过头去看江入年 只见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这么说的话 当当应该由我来养比较好 不可以 不可以 此时坐在病床上的当当 盯着过于安静的弹幕看了一回 他还以为手机里的哥哥姐姐 认为他说的对 当当抿着小嘴笑了笑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正事 那我们开始第一个哦 话刚说完 就看见弹幕上都在清一色的刷着 当当看身后 当当快看后面 快看 三个男人要打起来了 想不到有生之年 能看见太子爷和别人互殴 好像是因为谁养当当吧 哈哈哈哈 当当 别碰此好吧 都是姐的过客 看着奇怪的弹幕 当当有些疑惑 转头看去 就看见三人在吵吵闹闹 像急了当初在宗门里 师兄和师父吵架的样子 唉 当当小小的叹了口气 然后再一次费力下床 哒哒哒的跑到三人面前 叔叔 哥哥 你们在干什么 当当歪着头 奶声奶气的问道 好像在好奇一样 听到声音 姜亭几人的身子都要僵住了 他们僵硬的低头看去 就看见一个熟悉的小人 站在他们面前 最终还是姜亭迅速反应过来 他搂着旁边两人的肩膀 笑嘻嘻地对着当当开口 我们再交流感情了 哦 当当认真的点点头 然后继续说道 那叔叔可以先出去吗 当当要直播咯 当当伸手指了指病床上的设备 当然可以 这次是蒋黎率先回答 三人笑着往门外走去 不知道的人 还真以为他们是好兄弟呢 门被关上 当当摸着自己的小肚子 轻轻拍了拍 生活不易 嘟嘟叹气 弹幕 不是 姜亭哥真是主打一个 说话不打草稿 当当 无奈 真无奈 自己都是个小孩 还要哄着大人 哈哈哈哈 生活不易 当当叹气 第23章 脆皮大学生中的战斗机 当当根本不知道 刚当在他面前 笑嘻嘻的三人在出门之后 相互揽着的手 就立马松开了 仿佛碰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 三人相互嫌弃地看了一眼 然后就继续开始争辩 争得面红耳赤 房间里的当当 竖着耳朵听了一会 然后哒哒哒地往病床的方向跑去 他对着镜头笑了笑 十分乖巧地开口 现在可以了 那我们开始吧 好 你最可爱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我什么都听你的 当当当当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可爱啊 想偷 这是我想偷的第108个小孩 楼上真花心 不像我这是 我想偷的第一个小孩 之前的全都是浮云 我不用偷 当当就是我家的 当当没有管弹幕在说什么 小手点了点 就开始了第一个附带 三秒之后 啊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这次又是谁抢到了啊 从第一次直播我就在了 从来没抢到过 该说我是幸运 还是不幸啊 幸运啊 我都这么安慰自己 要秉承着一个道理 有时候被抽到 也不一定是个好事 当当小手扒拉着屏幕 在后台看见了这次中奖的网友 叫 脆皮大学生中的战斗机 盯着这个网民看了一会 当当后知后觉的开口 这个名字好长哦 边说着当当还竖起手指头数着 自己的才两个字 他的多少个字来着 数了半天 当当都没有数明白 他别了别小嘴 干脆不数了 当当放下手 抬头看向被自己遗忘的直播间 战斗机 你要连麦还是照片啊 他的话音刚落 屏幕上就出现了申请连麦的字样 随之而来的是月亮之星的特效 屏幕那边是一个戴着眼镜 看起来很苍老的 中年人 盯着他 当当歪着头有些疑惑 看起来很是迟疑 过了一会 他才犹豫不决地对着镜头喊道 叔叔 这句话 一下就把发呆的网友换回来了 他盯着当当 欲哭无泪地说道 当当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是哥哥 他刚说完 当当就被吓了一跳 小小的身子后仰着 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你是哥哥 谁的哥哥 话说这主页上写的是27岁啊 哥们说实话 账号的主人在哪 要么就是这哥们虚报了 要么就是他到号了 说得好 我也这么觉得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快快和当当说实话 面对着网友的话 脆皮大学生中的战斗机表情 越发奇怪起来 到最后 他甚至笑了出来 看到这个网友又炸了 鉴定完毕 精神不太正常 鉴定完毕 精神不太正常 鉴定完毕 精神不太正常 眼看着事情 要往不知名的方向发展 当当急忙开口 他确实可以喊哥哥 叔叔现在应该是在一个 很多人的地方 哈哈哈哈 他确实可以喊哥哥 叔叔 当当 我知道可以喊 但是我就不喊 哎就是我啊 那么不要这么说 当当他只是一个 三岁大的孩子而已 看这个叔叔的名字 他应该是在大学吧 盲才大学生 大学生27岁 研究生 博士生 对于这些名词 当当就显得不是那么熟悉 毕竟这有些超过 他的理解范围了 当当抬头疑惑地 看向对面的网友 希望得到一个解释 对上视线 对面的网友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将整个人都靠在椅子上 看起来很是无奈 他慢悠悠地开口说道 我现在确实已经 不算是大学生了 是一名刚刚入职的辅导员 辅导员 听到这个词 当当的眼神更加疑惑了 辅导员是什么 外面的姜婷 早就退出了他们的争论 他正拿着手机 兴致勃勃地 观看着当当的直播 每名其约 如果当当再一次晕倒了 他可以及时发现 即使这番话 受到了两个白眼 但是姜婷仍然在看着 谁不喜欢吃瓜呀 不过在看见当当 因为这个词 感到困惑的时候 姜婷作为当当直播间里 合格的管理员 当然会为当当解决一切困难 管理员 当当 辅导员就是从事学生的 思想政治工作 日常管理 就业指导 心理健康 以及学生党团建设 等方面工作的 学校公职人员 好的管理员 我知道你有学问 但是你确定 你这样说当当能听懂 看见下面的回复 姜婷下意识抬头看去 只见看完他的画 之后的当当 显得更加迷茫了 甚至比刚刚的样子 还要迷茫几分 那小眉毛 几乎都要连在一起了 姜婷叹了口气 有些不知道 该怎么和当当解释 直播间的网友 看见当当的样子 简直都要笑疯了 哈哈哈哈 管理越解释 当当越疑惑 虽然当当的能力不错 但是学习方面 也不能苦着孩子 你多冒昧啊 当当 哈哈哈哈 你只要知道 辅导员是一个工作就好了 知道看见最后一个弹幕 当当才松开了 自己紧皱起的小眉毛 他像是理解了一样 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当当看着手机 继续开口说道 你是辅导员 那你想算什么吗 当当眨巴着大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屏幕 另一半的人 网友看着当当的样子 忽然心里一个想法冒出 他故意对着当当说道 要不当当你先算算 我最近遇到了什么吧 说这话的时候 网友憔悴的脸上 露出几分活力 不过直播间的网友 却疯狂了 你为什么不自己说 我真的很好奇 我有些担心 之前当当都没遇到这样的 会不会说不出来啊 果然 辅导员最喜欢这样了 就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不放过 他还只是个孩子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问你到底要干什么 要是我当当被你说哭了 怎么办怎么办 见直播间的网友误会了 战斗机网友对着镜头 慌忙摆手 不是的 我不是要故意刁难当当 我也是从一开始就看直播的 只不过我的事情 我自己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 相比于他们 当当却显得很是淡定 在听到网友的话之后 当当并没有拒绝 他拿起一旁的奶瓶喝了几口 像是在酝酿着什么 第24章 希望哥哥姐姐都健康 一连喝了几口奶 当当才放下奶瓶 他抬手拿着小手帕 擦了擦嘴角 然后才看向镜头说道 你最近周围有很多人受伤 而且都是突然性的 我有个想法 其实我也有一个 其实我也有 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弹幕各怀心思 对面的战斗机网友 正努力强颜欢笑着 当当继续说着 其中有打游戏 祈祷进医院的 有走路走骨折的 有憋笑 把鼻动脉笑裂的 打酒架 把血小板打没的 打哈欠 停停停 别说了 对面的战斗机网友 捂着脸有些丢人 他急忙打断当当的话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直播间的网友 都已经要笑疯了 哈哈哈哈 虽然很惨 但是我真的憋不住 我忽然明白了 他网名的含义 你们别再笑了 现在大学生 真的很容易死 不吹 上次我去医院检查 血小板舞 你确定你还活着吗 那是丧尸了吧 我隔壁的隔壁的朋友 下床的时候 把自己摔骨折了 一个宿舍三个全进医院了 楼上 开大号说话 那个朋友就是你吧 真的不是我 我发肆 不信 不过辅导员是真的惨啊 我给学校交钱 为什么要管着我 应该是我管着他 好好好 这手机看的翅膀 是越来越硬 看到弹幕之后 当当才知道 这个辅导员的工作 这么不容易 顿时当当 看向战斗机网友的眼神 都戴上了心疼盯着弹幕 战斗机网友很是无奈 但是又不知道该反驳什么 他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盯着当当 当当啊 你说是不是我就不适合当辅导员啊 边说着 网友就开始质疑自己 甚至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对 我可能需要换一个工作 短短三秒时间 网友已经把自己之后的生活 都想清楚了 他拿起手机 就准备打辞职报告 这时当当的声音 终于传进他的耳朵 不是啊 嗯 网友震惊了 他猛地抬起头看向当当 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真的吗 当当 你确定 你不是在哄我 听到他的话 当当认真的摇摇头 说的当然是真的了 那些事情都不是你的原因 只是他们身体不好而已 哦 战斗机网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抬头看向当当 他手里紧紧握着手机 像是手里是他的救世主一般 当当 那这些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战斗机网友的眼睛亮晶晶的 在期待着当当说出拯救他的话 就连直播间的网友 也直勾勾地盯着当当 虽然那些事情有点搞笑 但是谁都不想遭罪啊 谁想进医院啊 还是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过 即使是网友的眼睛在亮 当当还是摇了摇头 自然的事情不可强行改变 这句话一出 战斗机网友的眼睛瞬间了暗淡了下来 他瘫坐在椅子上 整个人都萎靡了 看着他的样子 当当再次开口 不过 你要是一直认真工作的话 以后会更好的 嗯 当当的话音刚落 面前的战斗机网友 又肉眼可见地开心了起来 他攥着手深吸了一口气 那我一定继续努力工作 笑死 对方撤回了一个尖锐的报名声 不过 现在的辅导员真是不好当啊 到处都是脆皮大学生 正所谓 九点之后的电话不想接 两点之后的电话不敢接 不敢接也不能不接啊 卑微至极 大学生才卑微好吧 明明都脆皮了 还要体测 对啊 谁能告诉我八百 到底怎么跑啊 楼上的 我教你 先这样 然后再那样 就可以了 战斗机网友 最后对着屏幕上拜了拜 嘴里念叨着 希望早日升职 早日升职 挂断连麦之后 他又给当当刷了几个礼物 当当并没有急着发下一个福袋 而是对着镜头 一脸认真的说道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虽然睡觉觉很开心 但是也要锻炼 当当希望哥哥姐姐们 都健健康康的 说到最后 当当弯着毛子 星光闪闪 小孩子软乎乎的声音 带着亮一样 传入直播间每一个人的耳中 网友感觉自己的心都要化了 呜 当当怎么可以这么甜啊 我都说了 这是我家的孩子 不然的话 为什么他要关心我的身体 你说为什么 杀千刀的人贩子 我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我的孩子 我可怜的孩子 现在让我们分隔两地 难过得我一天只吃三顿饭了 再多吃一顿 就把你撑死了是不是 当当也太暖心了吧 谢谢当当的关心 本脆皮大学生 明早怒跑铃 八百米 好险 差点就让你健康了 盯着弹幕上的彩虹屁 当当小脸通红 他双手捧着自己的小脸蛋 当然希望大家都健康了 毕竟 说着当当捏住自己的小鼻子 脸颊皱了皱 医院的药药真的很苦 说完当当 像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回忆一样 小舌头吐了吐 满脸痛苦 可以看出有多苦了 确实很苦 就算是被苦到 当当还是那么可爱 音音音 音音 怪插出去 没有继续和弹幕说话 当当捂着小嘴偷笑 在众人都没注意的时候 发起了福带 等到有一部分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福带已经被抢光了 发生了什么 看看当当偷笑的样子 我就猜到 他是故意的 哈哈 又不是我 又不是我 当当 你变了 竟然偷偷发福带 不讲武德 虽然网友都痛惜 自己没有抢到福带 但是没有一个人 对着当当说重话 这次抢到的网友 名叫花开富贵 连麦刚开始 对面就出现了一个 长相秀美的女孩子 她对着镜头哭诉着 当当 为什么我找不到男朋友啊 第25章 桃花绝缘体 找不到男朋友 不应该啊 我也找不到男朋友 但是看见这么好看的小姐姐 都找不到男朋友 我释怀了 要么就是 要求太高了呗 看谁都不想要 我觉得也是 不然那么多男同胞 怎么可能找不到男朋友 所以啊 有时候要求不要那么高 会不会是你头像和名字的问题啊 不是我说 这种头像我第一眼看见 还以为是妈妈背的人 在看见最后一条弹幕的时候 当当好奇地把脸凑过去 盯着花开富贵的名字看 但是花开富贵本人 却摇了摇头 他对着镜头开口 这可是跟着妈妈的要求换的 说是这样招套花 说着 他看向当当 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当当 你说是不是因为我这辈子就没有桃花啊 就是个绝缘铁 边说着 花开富贵 边难过地擦了擦眼 搅得泪水 这话一出 就连网友都有些好奇 这么说 也不是不无道理啊 一个人再怎么找不到对象 也不会连相亲都不过吧 对啊 相亲怎么说 也能谈到一个吧 会不会是小姐姐自身的问题啊 难道身体原因 还是家庭原因 这时候 当当终于开口 他对着花开富贵摇了摇头 你并不是绝缘体 但是你找不到男朋友 确实有你自己的原因 不会吧 难道真的是小姐姐的身体有问题 也不一定是身体吧 也有可能是家庭 但是当当不是说了 有他自己的原因吗 我猜是因为他的眼光太高了 大家别乱猜好吧 听听当当和本人怎么说 对面的花开富贵也有些疑惑 他眨巴着眼睛 努力思考着什么 但是却什么也没有想到 他对当当开口问道 当当你说吧 我能接受 看着他严肃的样子 当当抿着唇笑了笑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是家里的独生女 从小受宠 长大之后也很努力 名牌大学毕业 现在工作也挣得很多 因为有些词 当当暂时还没接触过 所以说的有些磕磕绊绊 但是并不影响直播间的网友吃瓜 这么说 这个女孩子的家境应该很不错啊 自己也这么优秀 为什么会找不到男朋友呢 现在总该是身体原因了吧 这家庭简直没得挑好吧 你们别老猜 这才那的 要合理猜想 这很合理啊 越看弹幕花开富贵 越感觉心惊 他后知后觉的感觉 难道自己的身体 真的出现什么问题了 这么不吸引桃花 他拿起手机 就想预约一个体检 但是听到当当接下来的话之后 愣住了 只听见当当继续开口说道 可是你有一个问题 不相信别人 认为都是骗子 话音刚落 直播间的网友就迅速反应过来 哈哈哈哈 我好像明白了 男生 我爱你 你 我不信 我喜欢你 我不信 这个我懂 我身边人找不到男朋友 就是因为这个 当时班级里的男生对他好 他还以为别人要谋害他 哈哈哈哈 主打的就是一个不信 俗称在心里装了一个反诈APP 警察叔叔都夸你 看见网友的调侃 花开富贵的脸颊 默默的红了 他在心里回想了一下 自己好像确实是那样的 就是不相信任何人 再次对上当当成车的大眼睛 花开富贵有些不好意思 当当 那有解决的办法吗 我有时候真的不相信啊 当当被问得掖住 你自己的问题也问当当吗 哈哈哈哈 多学会相信别人就好了 但是也不能盲目相信啊 现在骗子太多了 反诈APP平等的不相信每一个人 我相信 这位小姐姐一定会遇见自己的桃花的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有时候经常不相信 别人也会烦 所以警惕是得要 但是不能过多 花开富贵或许也是觉得自己问得有些过分了 他抿着唇 对 折当当歉意一笑 算了 还是顺其自然吧 可他没想到 他刚说完这句话 当当就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他对着花开富贵开口 你对年龄方面有要求吗 花开富贵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但是还是如实回答 我想找一个比我大一点的 会疼人 他极为认真的说完这句话 听着他的话 当当促起了小眉毛 当当像是在犹豫着什么 最后才十分纠结地开口 你也可以改变一下 年纪小也可以疼人的 说完这句话 当当输了一口气 一双大眼睛里写满了真诚 那样的话 说不定就很快了 屏幕里的当当眨巴着眼睛 脸上仿佛写着几个大字 这样说 应该就不算干预了吧 哈哈哈哈 我好像看到了 当当脑门上的大字 笑死了 当当 我应该透露的不多吧 好像说做这行的 不能透露太多 要含含糊糊 不过 当当这差点就是明说了吧 嘘 别揭穿当当啊 见网友都如此上道 当当也露出了软乎乎的笑容 脸颊上都出现了两个小窝窝 听着当当的话 在看着弹幕 花开富贵 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低头想了想 然后脸上露出示然的笑 谢谢当当了 女生在这次连麦之后 就改变了自己的心态 在三个月之后 他邻居家的弟弟 忽然对他表白了 本来女生还有些犹豫 但是想到当当的话 最终还是答应试试 当然 他也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 挂断连麦之后 直播间忽然出现了一些不友好的话 这钱也太好挣了吧 就这样几千块钱就到手了 对啊 这也不算解决了什么吧 要给我 我也能说出来这些啊 这么说 我也能去做学学主播了 好 楼上我指使你 总比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破晓还强 你们别算好吧 我就愿意看当当 当当是有真本事的 你们有吗 这算是真本事 那人人都有啊 不是 你们都没看之前发的声明吗 什么声明 迟路了 北城公安 近期我是发现了一处人贩子窝点 其中所知 未成年受害者累计超过三万余人 感谢当当小朋友提供线索 请大家提高警惕 看好自己的孩子 第26章 被鬼追的大白鹅 看着弹幕 当当也有些好奇 于是也点开了网友的链接 就看见了那份公告 原本当当还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 但是看到感谢这个词的时候 他忽然明白了 这是 再谢谢自己呢 当当的小脸 忽然变得粉红粉红的 他伸手捧着自己的脸 有些害羞的开口 警察叔叔真是太客气了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此刻当当的眼神十分坚定 再配上他那张圆乎乎的小脸 有种莫名的协调感 在他旁边躺着的黑黑 似乎感受到了 当当不错的心情 也站起身来 他的小短腿 在被子上刨了刨 然后仰着头 嗷呜了一声 好像也是在夸奖着当当 红红火火 恍恍乎乎 当当加油 我一直都陪着你 当当是最棒的小孩子了 现在的当当 也是被官方夸过的人捏 三岁孩子都这么努力 你还有什么理由摆烂 旁边的黑黑也好可爱啊 为自己打完气之后 当当摩擦着小手 对着镜头开口道 那我们来开始下一个福袋吧 刚说完当当 就准备开启福袋 不过他还没福袋 屏幕上就连续出现了 好几个礼物特效 一个名叫大白鹅的网友 疯狂地在弹幕上 发着同一句话 当当救我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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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发了好几个 看起来很是着急的样子 看着这一幕 当当的动作也停了下来 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弹幕上都在劝着他 当当 先让他吧 看起来 他好像有很着急的事情 对啊 我突然发现自己 也不是那么着急了 让他开始吧 当当 如果他没什么大事 但是却一直发这句话 我会让他知道 什么是后悔 威胁别太明显 见网友都这么说 当当也没有发付带了 他对着刚才那么网友 发去连麦申请 可是一直等了很久 对面都没有同意 咦 当当歪着头有些疑惑 他还以为自己没点好 正准备重新开始 就看见对面接通的连麦 入目就是一片漆黑 黑的伸手不见无止 镜头似乎也没有人 当当对着屏幕挥了挥手 你好呀 明明当当只是在正常的打招呼 可是直播间观看的网友 却莫名背后一凉 是我的问题吗 对面没有人啊 我感觉我也有问题了 我看对面也没有人 啊 会不会对面根本就没有人 当当也不是在跟人打招呼 楼上你别这样 这样我更害怕了 好 此时一个一百八十大高个 弱弱地缩回了自己的脚 看见他们的话 当当有些无语 但又有些好笑 他拖着塞面对镜头 软乎乎地开口 不是啊 对面有个叔叔 不过当当的话音刚落 网友顿时感觉背后更凉了 叔叔 你们看见了吗 二号没看见 不知道三号看没看见 呜呜呜 当当别吓我啊 疑疑胆子小 从前的我不信鬼神 现在的我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 你这样搞得我很慌张 弹幕一直持续了三分钟 屏幕那边终于出现了光亮 一个男人拿起了手机 他的神色很是慌张 左右看了看 紧张兮兮的 观察了一会 似乎事件没有问题之后 男人才看向屏幕 他焦急地对着当当开口 当当拜托你救救我 我遇见鬼了 这还是当当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人 他有些严肃地坐直了身子 不过还没等他开口说什么 屏幕那么的男人 就开始疯狂地跑起来 镜头在不断地晃动着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的慌张 陈静是被鬼追 你是懂沉静的 但是我不想要这么沉静 什么都沉静 只会害了你 就在一群网友瑟瑟发抖的时候 当当终于开口了 他看着镜头 但是又 不像是在看着网友 只听见他说 爷爷 你能不能不要再吓他了 他会害怕的 说完当当 又看向还在狂奔的网友 他像是在安抚他 没事的 爷爷没有恶意 不知道是不是网友的错觉 总感觉当当在说话的时候 眼眶泛着微微的红 不过听到他的话 网友总算是不跑了 他拿着手机缩着角落里 手机里的样子很是苍白 一副被吓惨的样子 大白鹅网友探头探脑的左右看着 然后小心翼翼的开口 当当 他真的没有恶意吗 上次我好像看见他了 说着 网友像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回忆 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他面色惊恐的对着当当说道 那个鬼长得 真是太恐怖了 多看两眼 我都要做噩梦的程度 他的样子 也让一些胆子小 但是好奇心中的网友 纷纷开口 所以 到底是什么鬼才那么吓人 冤死鬼 吊死鬼 请你具体描述一下谢谢 松 但是好奇 见到大家都这么好奇 大白鹅清了清嗓子 心有余悸的开口 总之就是浑身上下都没有一块好肉 而且胳膊腿都断了 说着 网友还颤抖了一下身子 不过 当当显得更加难过了 低着头神情很是低落 他十分小声地开口 大家不要那么说他 当当手揪着自己的衣服 一双大眼睛都泛上了一层水雾 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看到这一幕 门外的几人心都要揪起来了 死者为大 大家保持尊重嘛 可是 就算是死人 也不能故意吓唬别人嘛 就是啊 故意吓人 算是怎么回事啊 是鬼就好好待着呀 直播间的众人看不见 但是当当却能看见 在手机屏幕的小角落里 一个模糊的身影 刚才似乎想上前 可是现在却默默地往后退了退 他似乎觉得自己退得还不够远 一直往后退着 屏幕都快看不见他的身影了 看到他这样 当当更心酸了 他对着屏幕开口 爷爷你不要后退了 你上前来 我能帮你的 第27章 靠每一个人的力量 众人没有想到 当当会这么说 都有些疑惑 为什么当当会对一个吓人的鬼这么好啊 对啊 当当认识他 不应该吧 我看当当的样子 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真的啊 当当的眼睛都红了 因为直播间的网友看不见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 在他们说完这些话之后 屏幕那边的小角落人影又小了几分 盯着这些弹幕 当当的眼眶越发红了 他吸了吸鼻子 对着屏幕开口 那边的影子似乎没有想到 当当会这么问 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 他有些犹豫 那个小伙子都这么怕自己了 要是其他人也看见了 应该会更害怕吧 当当似乎看出了他的犹豫 于是他转头 对着直播间的网友开口 你们可以看看爷爷吗 你们看见他就不会害怕了 他没有恶意的 因为声音带着哭腔 所以当当说话 有些一抽一抽的 看到他这个样子 网友怎么可能还会不同意呢 好吧 我承认我很胆小 但是既然当当都这么说了 那一定有他的原因 没事的 当当我愿意 能有多吓人 对啊 再吓人能有人心恐怖吗 所谓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当当你来吧 你们愿意 也有人不愿意啊 那你们 让那些胆小的人怎么办 见鬼吗 对啊 我还怀着孕呢 万一被吓到了怎么办 当当也意识到了 自己刚才那样说不太好 那半边屏幕上小小黑影 还在对着当当疯狂地摆手 不过当当并没有听他的 当当看着屏幕 软乎乎的笑了笑 大家如果害怕的话 可以先出直播间哦 那我开始了哦 其实不是当当非要直播间的网友们看 只不过 凭借他现在的能力 还不能够 让爷爷完好的 出现在众人面前 为了减轻爷爷的痛苦 当当只能靠着众多网友的力量 开始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 当当眼睛已经捂好了 妈妈已经喊来了 脚已经缩回被子里了 有些网友躲在被子里 一副不敢看的样子 可偏偏却抵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敲迷离地睁开眼睛 当当对着屏幕做了一个复杂的动作 然后众人就发现在屏幕的角落里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影子 那身影满身伤痕 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 甚至手和脚都断了 看清楚之后 直播间的网友眼眶顿时就湿润了 当当也适时地开口 我不太清楚爷爷到底是谁 但是我知道他很伟大 他经历过很多痛苦 这一句话 当当并没有撒谎 他能清楚地看见 那名爷爷身上散发着的金光 所以这也是当当 没有足够能力帮助他的原因 那个爷爷似乎也知道了 自己被别人看见了 对着镜头笑着 即使看不清 即使脸上都糜烂了 可是大家还是能感受到他的善意 离他最近的大白鹅网友也愣住了 他愣愣地看向身影的胸口 那里之前似乎有一件衣服 现在还能依稀看出他的样子 直播间的网友泪崩 不行我要哭死了 这是我们的先辈啊 用自己的一生做贡献的人啊 即使他血肉模糊 但是我还是能认出他胸口的那处标记 爷爷应该很宝贝吧 不然怎么会这么久了 还是能看出来 我好难过呀 刚才我还在说着不要看见鬼 对不起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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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当当的直播间也小小上了一百热搜 那些为我们做出贡献的先烈 当当直播间见先烈 我哭死 等等类似的词条层出不穷 有些从来没听过当当直播间的网友 也纷纷点击 然而在看见角落里 浑身都透露着不安的那抹身影时 大家无意都泪崩了 这是真的假的 有时候你怕的鬼 是最保护你的人 他站那么远是因为害怕吓到我们 妈回楼上 是因为之前直播间有说害怕的 我真该死啊 这一波流量 也为当当的直播间增加了好多人 随着人数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多的人在弹幕上道歉 当当软着声音再一次开口 所以爷爷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他的话 也把正在愣神的大白鹅网友惊醒 只见大白鹅忽然泪流满脸 他跪在地上 对着声音的方向不断磕着头 呜呜 对不起 对不起之前是我的不对 他努力忏悔着 不过不远处的声音倒是有些不知所措 声音有些着急地往这边跑着 似乎是想把大白鹅扶起来 可还没等靠近他 声音又往后退了两步 看着这一幕 大白鹅网友感觉自己的心都在被心刺着 都怪自己 都怪自己之前说的话 这么想着 大白鹅网友忽然冲到声音面前 虽然碰不到他 可是还是像牵着他一样的姿势 大白鹅哭泣着 转头看向当当 当当 你不是说你能帮他吗 你帮帮他呀 帮帮他呀 除了大白鹅网友 直播间的其他网友也疯狂在刷屏 当当你帮帮他吧 帮帮他 求你了当当 他是最可爱的人啊 帮帮他吧 和弹幕一起的是 多到看不清屏幕的特效 每一个人都泪流满面 都想要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忽然弹幕上连续炸开十多个特效 还带着专属的V 网友都猛了 仔细一看原来是官方号 官方都下场了 怎么可能还是假的 当当就算是为国家做贡献 我给你刷很多很多的礼物 帮帮他吧 看到他这样 我真的很心疼 兰影想象 一个人究竟遭遇了什么 才会变成那副样子 但目击心疼又担心 他们害怕 害怕当当不出手 这边的当当 对着镜头严肃地点着头 当当 当然会出手 不过 说着当当的神色有些犹豫 不过他并没有犹豫多久 只见他认真地看向屏幕 这次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 第28章 比俺厉害的不止一个 听到这话 最大反应的人不是直播间的网友 而是那名爷爷 爷爷面色焦急 他对着镜头疯狂摆手 即便自己的手 已经有一只不在了 即使是在现在 他还是不想麻烦别人 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这是他从一开始就记在心里的 也是他记了一辈子的 见他反应那么大 当当别着小嘴 泪眼婆娑 爷爷就让我们帮帮你吧 听到当当的话 网友也清楚了 现在是爷爷不愿意 不愿意麻烦群众 当当你说要怎么做 我都听你的 对 开始吧 我相信你当当 爷爷请相信我们 我们都希望你好一点 下面的弹幕都在刷着 见状爷爷摆手的动作也小了下来 明明看不清楚具体的表情 可是就是能猜到 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人 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看见时机差不多了 当当闭上眼睛开口说道 现在大家一起闭上眼睛 心里一起默念 在各个地方 无论是男女老少都闭上了眼睛 相同的是在他们面前 都摆放着一部手机 有些更甚 直接打电话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通知这件事 就连当当旁边的黑黑也不例外 他原本是躺在床上睡觉了 不过现在也闭上眼睛 四只爪子都踩在床上 白色的毛随着风微微飘荡着 门外 江婷看着这一幕 眼眶微红 刚想闭上眼睛 耳边就传来两人熟悉的声音 当当应该由我养 不对 你根本就养不好 应该我来养 明明过了那么久 可是这两人 还是在讨论着这个问题 江婷忍无可忍地咬了咬牙 然后一把拽过两人 把他们都按在椅子上 别吵了 跟我一起闭眼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可是没有人觉得无聊 中途也没有人睁开眼睛 直到感觉差不多了之后 当当才小心翼翼地睁开双眼 原本虚弱到几乎看不见的爷爷 此刻也能清楚地看见了 而且他脸上 身上的那些伤口 几乎都消失了 看着他年轻的脸庞 当当张圆了嘴巴 哇 这一生也勾得其他人睁开眼睛 不过每一个睁开眼睛的人 眼里随之而来的是 浓烈的心疼 那乃是什么爷爷 明明看着比他们还要小 大白鹅网友也睁开了眼睛 他有些出神地看着面前的人 感受到目光 爷爷 小伙子笑着憨憨地挠了挠头 他对着屏幕认真地敬了一个礼 感谢同志们的帮助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口音 可是大家并没有说自己听不懂 而是涌出一种熟悉感 爷爷知道 是因为面前的这个小奶娃 和那些看不见的人 自己身上的伤口才不疼的 才会好的 不用谢 我们才最应该谢谢你们 如果没有你们 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们 感谢你们 感谢 当当对着爷爷开口说道 爷爷 你还想问什么吗 我们胜利了吗 爷爷下意识脱口而出 像是不需要考虑 从心里就埋藏着这个问题 今天我的眼泪不值钱 哦 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把他们都赶跑了 你们是最厉害的人 他看起来比我们还小 哦 看着上面的弹幕 他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韵 爷爷有些别扭 但是又抑制不住的自豪 比俺厉害的多累 不止一个 当当弯着毛子浅笑了笑 可是他们都觉得爷爷你就很厉害啊 听着当当的话 再看向弹幕 爷爷的脸更红了 不过 当当很快再次开口 爷爷 你还记得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比如自己的名字 爷爷低着头努力想了想 过了一会 他无奈地摇摇头 他无所谓地笑着 时间太久了 俺都忘记了 说着 爷爷转头 看向旁边的大白鹅网友 在看见他满脸都是泪水的时候 他有些无措 但是很快反应过来 你哭啥啊 俺又没怪你 俺之前就是网问问你 为啥现在不一样了 不过俺那时候 不知道为啥说不了话 爷爷看向屏幕 又笑了笑 原来是我们胜利了呀 现在很好 真的很好 所以 爷爷只是好奇 所以才一直追着网友的 他根本就没有想吓人 他明明不吓人 不吓人的好吗 当当看着屏幕那边的脸 哭了出来 豆大的泪水 一滴一滴往下落 可他怯生生地 还是看着爷爷 一眨不眨 看起来可怜极了 弹幕有些慌 他们既心疼当当 又害怕先被看见会难过 于是纷纷开口安慰 当当 当当别哭了 爷爷才不想看见你哭呢 对啊 要笑 他们喜欢看我们笑 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啊 要开心 爷爷看我多开心 那边的爷爷手忙脚乱的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当当 可是下一秒就听见 当当乌叶着开口 呜呜呜 爷爷爷 爷爷太惨了 他被坏人打断手脚 还背 还背割了舌头 呜呜呜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抬头看向屏幕里笑着的人 原来他之前不能说话 是因为这个 舌头被割了 人都能咬舌自尽 舌头被割了 会有多痛苦 他们不敢想 况且 这只是他们知道的 那那些不知道的呢 会有多残酷 或许是感受到了网友的心情 爷爷笑得很事无所谓 他摸着自己的额头 憨憨地开口 俺真的不疼 真的 可无论怎么说 都没有人相信 爷爷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所以一直都无法投胎转世 说这话的时候 当当低着头 神情有些低落 他也不知道爷爷的名字 自己真没用 那边的爷爷再一次开口 奶娃子 你别难过 这么多年俺都习惯来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他眼里的渴望 还是不容忽视的 看着他当当吸了吸鼻子 然后随手抹了一把眼泪 语气坚决地说道 爷爷 我一定会帮你的 第二十九章 应该是我们谢谢您 看着当当的脸 爷爷笑了笑 奶娃子 爷爷相信你 弹幕也都在说着 当当我们相信你 爷爷看到我们 现在的大好河山了吗 我们现在真的很幸福 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努力 谢谢您 谢谢您 真的 我要哭死了 就在弹幕和爷爷 热情互动的时候 当当忽然猛地一拍脑袋 力气有些大 头上的呆毛 和脸上的肉肉 同时晃了晃 门外的几人吓了一跳 特别是姜挺 吓得都直接站了起来 不是 当当怎么了 该不会是精神出问题了吧 正当姜挺 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病房里的当当 目光严肃地 看向屏幕爷爷 那我开始了 说着当当就对着屏幕 做出了一系列复杂的动作 手速有些快 部分网友 甚至都看不清他的动作 这小肉肉手速度 还挺快的呀 当当小小的身体 大大的力量 当当看起来 像是在憋什么大招 看起来很是唬人啊 第一次在当当身上 感觉到恐怖的力量 不是 你们真的以为 当当说自己是 悬门中人是假的呀 这边的当当有些紧张 虽然自己师父 经常说自己是 宗门里面最有天赋的人 但是中也是自己 第一次召化 当当的额头 不断冒出嘘汗 过了一会 在屏幕那边忽然变黑了 散发着一股阴冷的感觉 大白鹅网友 不自觉地缩了缩身子 这种异样 就连看直播的网友 都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 直到后面的大门开始显现 有两个人影 从里面走出来 就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当当率先开口 叔叔 你们好呀 当当抱着旁边的黑黑 一起挥舞着小手 我叫当当 这是黑黑 那两人黑影看不清容貌 但是还是对着当当点了点头 虽然看不清楚 但是总感觉背后一凉 楼上的嘉一 对面好像是什么牛逼的人物 有点好奇 但不多 直播间的人 作为肉眼凡胎 是不能看见黑白无常的 但是当当和爷爷是能看见的 当当没有犹豫 直接对着他们开口 叔叔 可以帮帮这个爷爷吗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但是很多人都愿意帮助他的 当当的一双大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屏幕 满是期许 那边的爷爷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心里也在期待着 可是他也知道 可能性不大 其实在之前 爷爷就见过这两位大人 不过因为自己失去了记忆 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所以并不能跟着两位大人离开 就一直在这世间游荡 成为了孤魂野鬼 在当当的视角中 两位大人盯着爷爷看了一会 然后拿出了一个小本本翻看着 他们一直没有回复 爷爷眼里的期待 也慢慢消散 他朝着当当笑着 眼睛却亮亮的 没事的 娃娃 俺每天看着这里也挺好的 后面的那句话 他说得极轻 轻得几乎都要听不见了 他说 那些战友都在哪呢 他的这句话也被直播间的网友听见了 身旁的大白鹅耿着脖子 对着面前人吼道 一定会回来的 都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 都会回来 大家都会回来的 呜呜呜 谁懂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当当没有回答爷爷的话 只是红着眼睛看着两位大人 嘴里念叨着 两位大人求求你了 求求你们了 白嫩的小脸上满是泪水 当当哭的鼻尖都红了 泪水挂在脸上 可怜兮兮的样子 两位大人转头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位大人 对着当当点点头 自带微言的声音响起可以 我们带他回去 说着 大人又补充了一句 像是在解释什么 因为他身上的功德 现在已经很高了 完全可以支撑他进去 听到这话 当当的眼睛瞬间亮起 之前还没落下的眼泪 顺着脸颊滑到衣领里 带来阵阵潮湿 那边的爷爷 也听见了两位大人的话 他当场愣在原地 然后对着他们道谢 谢谢你们 看着他的样子 直播间的网友也大概猜到了 事情大概是成功了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当当 真的很感谢你们 希望爷爷下辈子 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现在我们和平了 和平了 爷爷应该是 我们谢谢您 在网友发弹幕的时候 有一缕缕金光 顺着飘进了当当 和两位大人的身上 尤其是爷爷 身上亮的几乎都快要发光了 两位大人带着爷爷 刚准备离开 当当忽然想到了什么 喊住了他们 当当 这个您拿着吧 话音刚落 两位大人手上 就多出了一个东西 说完当当又对着爷爷开口 爷爷 这个给您 看着手上的东西 爷爷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他还是收下了 他知道 如果自己不收下 这娃子是不会罢休的 肯定又会说一大堆话 还有看些看不见的人也一样 大门缓缓关闭 当当也卸下了身子 他摊在床上看向镜头 神情疲惫 好了 我有点累了 大家拜拜啊 网友自然也是理解的 也没有强求什么 只不过直播关闭之后 网上仍然是刚才的事情 网友一 你猜猜 我刚才看见了什么 网友二 什么什么 网友一 你都不知道啊 刚才的情况有多吗 巴拉巴拉 此处省略三百字 这件事情 甚至还引起了上面的关注 当当更不知道的是 在两位大人送走爷爷之后 他们正快步 往自己的地盘走呢 忽然就被领导叫走了 领导似乎臭骂了他们一顿 等他们出来之后 就把当当送的东西 小心翼翼地放起来了 脸上还轻轻滋滋的 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病房里的当当 抱着毛茸茸的黑黑 就躺在床上睡去 门外的几人 开门偷偷看了一眼 然后又捏手捏脚地出去了 此时的当当 完全忘记了 自己还有一件事情 没做呢 第三十章 营养不良多补补 等待姜母带着饭菜来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当当一副 几乎要睡死的样子 她站在床边 皱着眉看着床上的当当 嘴里还在跟姜婷说着 儿啊 你说当当该不会不是睡着 而是晕倒了吧 姜母越说越觉得自己是对的 她面露惊恐 伸手小心翼翼的 想碰当当 又不敢碰的样子 最后 她直接用力推了推旁边的姜婷 嘴里还催促道 快去 快去喊一声 那副着急的样子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当当要快不行了呢 姜婷无所谓地看着床上躺着的人 有些迷茫地挠了挠头 床上的当当 围张着小嘴睡得正熟 两只胳膊上举着 小手还握成了两个小拳头 一左一右 就放在自己的耳朵两侧 嘴角似乎还有一丝晶莹的痕迹 当当着看着 也不像是晕倒了呀 看着倒是睡得挺香的呀 感受到姜婷打亮的目光 坐在当当旁边的黑黑 抬起毛子瞟了她眼 眼里似乎带着不屑 其实姜婷并不觉得 当当是晕倒了 但是碍于自己母亲的催促 威胁 姜婷还是转身出门 打算去找宋昭来看看 谁知道她刚出门 床上的当当就醒了 当当躺在床上 眨巴着自己的大眼睛 迷迷邓邓的样子 像是根本没睡醒 一旁的姜母连忙迎上去 哎呦 我的乖当当 你睡得怎么样了 当当似乎也知道了 自己这次睡的时间有些长 她有些尴尬的 挠了挠自己的腮帮子 她吐着舌头 姨姨 当当不是小猪 瞧见她的样子 姜母笑出了声 她摸了摸当当的脸颊 脸上都要笑出花来了 当当肯定不是小猪 没有说当当是小猪 姜婷和宋昭刚走进病房 就看见这样一幅场景 宋昭站在门口 淡淡地瞟了眼身旁的姜婷 语气不中不清 这就是你说的晕倒了 姜婷尖叫出声 她伸手指向姜母的方向 是我妈说的 她说当当睡晕倒了 这边的姜母 正抱着当当准备去吃饭 听到姜婷的话 两人齐齐地转头看去 在看到宋昭之后 当当的脸色更红了 她的眼神飘忽着 小声地说道 原来当当真的是猪猪 虽然声音小 但是抱着她的姜母 还是听见了 想到自己刚刚才说 当当不是小猪 现在就被自家的破儿子揭穿 姜母有些不自然 于是 她瞪了姜婷一眼 脸部红心不跳地开口 明明就是你说的 还怪我身上 姜婷都惊呆了 她看着宋昭 又看看满眼都是威胁的姜母 顿时哑口无言 最后 姜婷直接嘴巴一闭 什么都不说了 亏得她当才还是跑着去的 不过来都来了 宋昭还是给当当检查了身体 除了有些营养不良之外 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可是 姜母不这么觉得 吃饭的时候 一旁的姜婷看着有些眼热 自己是一块肉都没吃到 刚才准备吃一块 没想到直接被姜母抢走了 美名其约 当当才三岁都营养不良了 你都这么大了 少吃一块怎么了 这句话一出 姜母直接把肉 全都给了当当和嘿嘿 姜婷愤愤地咬着嘴里的青菜 妈 刚才宋昭都说了 当当要多吃蔬菜 她的话刚说完 姜母就瞟了她眼 对面的当当听见她的话 艰难地把头抬起来 嘴里含含糊糊地开口 叔叔缩得对 窝刺刺菜菜 当当拿着筷子的手 颤颤巍巍地想去加青菜吃 可是姜母直接把青菜全给了当当 姜母笑得很是开心 都吃 都吃 当当都吃 旁边一同吃饭的姜婷 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白米饭 再抬头看看 面前空空如也的桌子和对面 满满当当都是菜的碗 一种心酸在姜婷心里泛出 她沉默地站起 看了看姜母 她没有反应 她沉默地转身 又看了看姜母 她还是没有反应 她沉默地出门 再次看了看姜母 她终于有反应了 她说 当当啊 吃完再喝点牛奶啊 姨都给你泡好了 谢谢姨姨 姜婷怒了 她一怒之下 猛地轻轻把门关上 发出了一 声巨响 微笑 听到声音 姜母抬头看了一眼 嘴里说着 她还怪好嘞 知道不打扰我们吃饭 出了门的姜婷 直进往宋昭的办公室走去 既然没有饭吃 那就去蹭饭吃 等到姜婷吃完饭回来之后 就看见当当坐在床上喝牛奶 一旁的姜母 还在给她讲故事 见她回来 姜母头也不太地开口 你去把饭盒洗了 顺便往这个卡号里打点钱 姜婷的东西停住了 她转头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要给这个卡号打钱啊 姜母还没回答 床上的当当 就松开嘴里的奶嘴 对着姜婷奶乎乎地说道 叔叔 只能用窝直播的钱钱哦 作为一个能不出门 绝不出门的人 姜婷毫不犹豫地交汇了当当 怎么在手机上赚钱 哇一声 气氛组非常到位 最后姜婷十分自豪地 把手机递给当当 当当你要赚多少 直接按个数就行了 当当眼睛亮晶晶地接过手机 然后点下的全部 旁边的姜婷丝毫不知道 当当现在又成为一个身无分文的小孩 甚至连一根烤肠都买不起 某处 一个白蚁老头正在接受着 来自自己弟子的斥责 师父 你怎么能向小师妹要钱呢 对呀师父 小师妹还那么小 那么可怜 那么无助 现在宗门就她一个 指不定每天偷偷哭呢 这钱说不定还是小师妹乞讨回来的 一众轻衣帅哥 口水飞飞地说着 说到一些话的时候 甚至眼眶泛红 眼泪都出来了 而他们口中那个可怜 无助 正在乞讨的小师妹 美滋滋地开始了下午茶的时间 拜托 营养不良 就要多不补啊